第七百九十一章,先留好遗书,这老者看着我,然后一脸好奇地望着我,等我说完,这老者看了看河边,这些小青年还在乐此不疲地往水里放灯,不是因为好奇,那是什么?河里放灯,除了祭奠那些淹死的人之外,还有另外一层意思,莲花灯在倒窖,放在水里,又有隐魂的作用,少量的河灯并没有什么,那些水里的阴魂看到,直接就会被打沉, 但是这么多的河灯落在水里,就等于是海上的灯塔,吸引着周围的船只,这里的河灯放得太多了,已经把周围的阴魂吸引过来了,之所以那些东西还没有动手,是因为这里的小青年不守,而且都还处在一个血气方刚的年纪,身上的阳气也很足,所以,水里的东西也在权衡要不要动手? 你的意思是,这水里有东西,真的是有水鬼?老者也是一脸的震惊的开口,正在放灯的青年们,听到这老者的话,也都是回头看着我和这老者,听到老者的话,我呵呵一笑,手里出现一把铜钱,直接朝着水里洒了出去,魂归魂,路归路,阴阳两个,害人之心不可有。 说完,我就转身准备离开,赶紧回去吧,就算是躲过一劫,身上沾染鬼气,今天晚上游荡在街上的孤魂野鬼也不在少数,要是身怀鬼气,对他们来说,也不是什么好事。 离开之后,我就听到老者叫他们上来的声音,我呵呵一笑,这些人也都还算听话,之前站在河边,那小鬼呵呵笑了一声,本来我以为是看到河边的河灯才笑的,但是当我站到河边看的时候, 却看到了河底有水鬼游动,而且都是朝上游去的,所以我也就好奇地朝着上游走来,结果就看到,这些水鬼在放灯的这里聚集,也好在这里的人站在一起,加上他们身上的洋火旺盛,否则的话,已经有人掉下去了,那么多的水鬼伺机而动,掉下去的人绝对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。 回到酒店,我洗了个澡就睡了,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,可以说,也是多姿多彩了,所以现在,也是时候做个美梦,来安抚一下我自己了。 第二天早上,我赶到苏州风水协会的时候,已经是晌午十点了,武汉那边,也已经将几名阁主安排过来了,这些以前都是各个协会的会长和副会长。 不过经过上次福报加深之后,不少人都突破到了天师境,这对风水界来说,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好事,但是要论单个实例,还是有些不够看,我倒希望他们有机缘,然后突破到上清境。 我手里的脉气,虽然还有不少,但是基本上对于天师境的修饰来说,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。 所以,以后的修行路,会更加的艰难,天地灵气变得稀薄起来,修行路会更加的艰难,除非能得到龙气之类的灵气。 否则的话,修行的速度是很慢的。 因为一些原因,苏州风水协会的五位阁主被杀,所以,这里的空缺,有你们五个人填上,还有协会里面的其他会员。 那些背叛的人已经被处死,下场你们也知道,这次你们能坚守阵地,是值得夸奖的。 现在新任阁主已经到了,以后苏州风水协会该怎处理,就怎么出来? 听我说完,在场的风水师都是点点头,他们散开之后,该交接的交接。 该安排的安排,我坐在椅子上,昨天约的严芳到现在都还没有到,昨天说好的今天早上,没想到这都到了中午了,还是没有见人。 本来我以为我十点来这里,已经迟到了,没想到对方比我还慢,眼看都要到中午了,严芳还没有来。 想到这里,我都在想,对方是不是出事了。拿起手机,我拨通了严芳的电话,结果一道铃声正好在门外响起,接着我就看到严芳进来,在他的身后,还跟着一群风水师。 而且一个个的背上,都还背着长剑。不用说,看到严芳也在,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昨天我断了卢青云的两只手,感情这上海风水协会的人,还真的是不好惹。 现在一晚上的时间,就召集了这么多的人前来。 而且看样子,严芳夫妻两个,也被胁迫了。 就是他,昨天就是他砍了青云的手。站在大厅,严芳直接指着我开口,各位大师,你们平时都是青云的好朋友,现在青云的手被砍掉。 医生说,虽然手接上了,但是以后简单的生活,都是一个问题,风水师这个行业,他是干不下去了。 青云给我说,他就有一个愿望,就算不做风水师,也要诸位师兄弟,帮他达成这个心愿,那就是,杀了这个贱人。 言华言辞凿凿的样子,我顿时就觉得可笑。 嫂子放心,如青云是我们的兄弟,我们自然不会不管这件事情。 今天不管是谁,都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表,风水界的规矩,是可以血拼到底的。 小子,你准备受死吧? 我没有说话,但是看到这些风水师,在这里口出狂言,协会之中的人,也已经拿起了武器,准备随时开战。 不过我现在还用不着他们,直接让他们散开,想要灭杀他们。 我一个人足矣。 说完了? 说完了就快活快活嘴走吧,本来我是准备灭了卢青云的,但是想到他叔叔是被我亲手解决的,至于他就断双手,算是赔不是吧? 但是你们现在找过来,要对我动手,要不是自己的事就离开吧? 要是真的想为卢青云报仇,还轮不到你们。 而且,丑话我说在前面,要是真的动手,你们留下的,可不只是手这么简答了。 我要的就是你们的命啊,我风水协会死了人,所以我没有心情和你们动手。 卢青云为什么手会被砍?看来这个女人并没有说实话。 不如在动手之前,让她给你们讲讲。 卢青云是对我如何出手的,我又是如何反击的。 反正大家伙时间都多的是,也不着急。 要是想动手的话,先留好遗书,咱们慢慢玩。 说完,我也没有再理会这些人,严华听到以后,也是一脸难看。 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了,她肯定没有给众人说实话,或许还胡编乱造了一通。 这样小心眼的人多的是,一般都是受了气之后,心理不平衡,然后想找些自己的存在感。 也就有了后面的这些事情。 第792章,扔到窑子里面。 看到严华被众人质问的样子,无奈之下,严华将事情的经过,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 但是看到这些风水师脸上的表情之后,我就知道,严华之前说的那个版本故事,与真正的故事,出入有些大。 现在不只是严华,就算是上海风水协会的人,都是一副骑虎难下的表情。 我坐在旁边就看着他们,如何解决这件事情。 要是就这样,让他们离开,自然不是我的作风了。 来都来了,不留下一些东西怎么行? 要是让他们就这样离开,以后传出去,还真的以为我,风水协会的人好欺负。 要到了那个时候,有一个人动手,就有第二个人动手,到时候吃亏的,还是我风水协会的人。 啪! 其中一位风水师,直接一巴掌,就抽在了严华的脸色。 不知羞耻的女人,竟敢利用我们这些风水师?你算是个什么东西?如青云和他之间的丝绸。 你为什么要牵扯我们进来?现在你又说是如青云挑事的。 昨天电话里,你可是对天发誓,是苏州协会这边的人先动手,怎么现在全变了? 你这个贱人,害了如青云一个不够,还要来害我们吗?简直就是蛇蝎心肠的女人,就该给你扔到窑子里面,被人千奇万跨的。 听到这些风水师口出乌语,原来风水师暴怒骂起人来,和平常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吧? 现在竟然还想着,把这炎华扔到窑子里面。 看着炎华委屈的样子,作为亲姐姐的炎芳也是在旁边看着,从始至中都没有说一句话。 甚至炎华被打的时候,都没有任何理会。 女人不要怜起来,确实可以这么不要怜。 而且还是,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 之前炎华和炎芳在我这里胡编乱造的时候,我就体会到了一点,否则炎芳也不会对她这个妹妹失望到极致。 我虽然没有说实情,但是这个男的砍了卢卿云的手,也是真的啊。 卢卿云是,你们兄弟。 你们不能坐视不管吧,现在既然来了,就不能放过她。 卿云给我说过,你们风水师杀人是不犯法的。 而且以前他也不是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,上次在酒吧,你们失手打死那个陪酒的女人,不也是说了一句她是风水协会的人,警察局不也没有管吗? 现在一个个怎么了?这么多的人,难不成你们连一个小子都收拾不了吗? 炎华说完,我看着她,直接伸手一射,将其射去过来,掐着她的脖子。 你刚才说什么?他们之间,有人杀死陪酒女,到底怎么回事? 给我说清楚,否则的话,后果你应该知道。 炎华想要挣脱,但是我的手死死地掐着她,又怎么可能让她挣脱? 说! 到底怎么回事? 我说,我说。 炎华赶紧开口,是他们几个,还有如青云,前段时间在酒吧寻欢,后来就找了几个女人进来陪酒,后来他们就联合折磨那个女的,结果一失手弄死了。 后来警察来了,追问这个事情,他们就联合上海风水协会的会长,说那女的是风水界的人,还说人家设计了命案。 其实就是,他们这些人弄死了她,只是不想负责罢了。 而且到最后,连一分钱都没有赔付。 听到这里,我也是一脸阴沉,风水界不能干预世俗界,寻欢作乐可以,但是现在,他们害死了人。 而且还倒打一耙,说对方是风水界的人。 这样的风水师就是猪虫,本来还想着让他们活着离开的,但是现在嘛,老子改变注意了,想活命,自然可以理解怎么回事。 但是事后,没有任何赔付,这就是找死。 看着炎华要断气的样子,我直接松手。 他说的可是真的,除了你们,上海协会的会长,也参与进来了。 被我这样一问,他们这些人,也都是面色异己。 其实不用他们回答,单看他们的表情,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 风水界不能干预世俗界,风水师更不能诛杀世俗界的人,现在你们不但干预,还杀了人。 而且还联合上海风水协会的会长扭曲事实,这些事情,已经注定你们死罪一条了。 听我说完,这些人都是呵呵一笑。 放屁,一个女人的话,嘴里,没有一句实话,凭什么相信她说的? 刚才的事情经过,你都是看到的。 她的话有多少可信度,还是你想挑拨离间,要对我们出手。 就是,这里是你的地盘,什么话,都是你说了算。 但是我们这些人,也都不是好捏的,你要敢动手。 我们会长定然知道是你做的,就算是,你们的会长清零,也要给我们会长一个交代。 他们说完,在场的风水师,都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。 看来这炎华没有告诉他们,我就是这的会长了。 之前炎华告诉他们,如青云和我之间是丝绸,并没有说是什么丝绸。 所以他们,也并不知道,我就是这苏州协会的会长。 是吗? 就算你们上海协会会长,现在站在我面前,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他。 本会长风扇的时候,立下的规矩,但凡任何风水师牵扯世俗命案,死罪一条。 怎么?我记得我天门山风扇的时候,伤害协会的人可是来了不少。 难道你们认不住我了,还需要我重申几遍,你们这些杂碎才能记住。 听我说完,这些人都是神情一阵,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我,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 我也是呵呵音笑起来。 杰先生,今天我这里的事情,恐怕还需要处理一下。 要是你们不着急,明天我们再去寻找合适的目的。 今天我这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,要是没事,你们就先回去。 严芳和纪勇看着旁边的风水师,他们两个是被这些人带着过来的。 现在想走,恐怕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。 所以现在看着这些风水师,也在想要不要走。 看到他们两个这样,我也是顿时无语,然后招来一位阁主,帮我送他们两个离开。 看着纪勇和严芳两个人离开,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严华一眼。 严华整个人坐在地上,这次上海协会的人带着纪勇和严芳过来,其实是问罪的。 但是没想到事情突变,现在变得对上海风水协会的人不利了。 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。 第793章,干爹。 看着该走的人都走了,除了上海风水协会的人和严华之外,剩下的人,就是我苏州协会的人了。 至于接下来他们要不要配合,就不是我的事的。 我卸下手里的手镯,直接扔了出去,然后手里骤印慢慢地掐出。 给你们一个机会,老实交代的话,你们尚可活命。 要是不老实交代,你们都要死在这里,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。 所以,我也懒得再说废话。 今天不管你们上海协会的会长在不在,现在在我眼里,都是死人一个了。 现在我给你们机会,希望你们把握住。 要是这个机会不要,你们是出不了这个门了。 看看地上的手镯,一会这个东西,就会要你们的命。 所以,不想死的话,就好好配合。 说着,我手里最后一道骤印落下,接着一条巨蛇突然出现,整个大厅里面的温度,瞬间降低了好几度。 巨蛇身上,金边鳞片闪烁着寒光,一双比拳头还要大的蛇眼,冷冷地看着众人,嘴里的杏子不断地吐出。 啊! 严华看到,直接吓得晕了过去,就是苏州风水协会的风水师,看到这里,也都是全部吓得大叫起来。 至于上海风水协会的人,顿时就吓猛逼了,一群人站在那里,已经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 给你们五分钟的考虑时间,正好我这蛇,也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。 你们这些人,应该足够他果腹了。 说完,我坐在椅子上面不再理会,一群从震惊中醒来的人,看着贪吃蛇,然后又看着我,就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,贪吃蛇动了,庞大的身躯瘫开,直接挡在了门前,为的就是,防止有人逃走。 我说,我什么都说,那群上海风水协会的人,一个个直接跪在了地上。 是我们害了那个女的,我们真的只是一时失手。 而且,这件事情,我们想着去处理的,但是那女的家人就是不放我们,我们也愿意赔钱。 但是那女的一家,也是狮子大开口,当时的情况,会长的亲外甥也在,也是他下重手,害了那姑娘的。 这件事情,本来可以很好地处理的,可是那会长的外甥,给会长打了电话,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会长摆平的。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,只是知道没有事了,后来我们才知道,是会长他用了这个办法。 他找了关系说,那女的也是风水师,只是瞒着她的家人在修炼邪功,风水师有成奸除恶的责任,所以要灭杀这修炼邪功的风水师。 后来那女人的家人,什么也没有得到。 而且因为,涉及风水界,所以事情,也就不了了之了。 这件事情,我们真的想过补偿的,后来会长,还叫我们不要声张这件事情,就直接一口咬定,那女的也是风水师就对了。 因为杀人者是他的亲外甥,所以他要维护他的外甥,我们也是无可奈何。 那女的家人去协会闹过几次,但是都被会长送到了局子里面,毕竟他们之间有关系,我们也不好说什么。 这件事情,卢青云也有参与。 听到这里,我也是眉头一皱。 身为风水师,迅思枉法到了这个地步,简直是可恶。 现在上海风水协会的会长,是不是刘洋? 当年,我去上海协会找麻烦的时候,灭了陈桑这个协会的会长。 因为刘洋当时是副会长,再加上,他也没做什么恶心事,所以我对他有些印象。 按理来说,陈桑死后,就是刘洋这个副会长上位的。 要是这个会长真的是刘洋,那就是我造的孽了,早知道当初,我就该连同他一并处理了。 不是,当年陈桑死后,刘洋确实成了会长,不过他就做了一年会长,然后就不干了,甚至都退出了风水协会,而是带着家人回乡下老家了。 现在的协会会长是赵斌,当时没有人做会长。 这赵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要做会长的,当时因为陈桑的死,所以大家都有阴影,所以也就没有和赵斌。 赵斌竞争。 赵斌上位之后,确实为协会做了不少事情,很多事情几乎都是亲力亲为,但是有的时候,做事风格确实是有些心狠。 对方说完之后,一脸惊恐地看着我,我坐在椅子上,想着这个赵斌,到底是何许人也?这个赵斌的实力,世上清静。 不是,他也是天师镜,上次萧会长传出消息,说是让想加入你协会的,都可以直接加入。当时协会之中也有很多人赞同,但是赵斌直接反对,还说根本不用担心这些多余的,其他协会根本不敢过来吞并上海风水协会。 赵斌还说,他拜的一个干爹,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而且还是上清静的大人物。就算是萧会长真的像吞并,也要看看有没有实力。 这些年,上海协会的会员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,但是知道,你是上清静修士之后,赵斌有很多次和他干爹说起这个事情。 前段时间,赵斌的干爹来了上海,说是要让他挑拨周围各个协会,对萧会长你出手。就是不出手,也要想办法坏你的名声。 总之对你不利的事情,做得越多越好。听到这里,我倒是想笑了,这没事一直和我对着干,有什么意思?还经常打听我的事情,真的是显得没事干,没事找事了。 只是让我意外,这赵斌竟然还找干爹。不过想着,他的年纪,应该也不小了。这认个干爹,真不知道认了个多大的回去。只是让人意外,他认的干爹,到底是什么人?赵斌干爹什么底细?你们知不知道? 跪在地上的这群人都是摇摇头。不过就在我打算放弃这个问题的时候,跪在地上的那群人另外一个人开口了。我好像知道一些,平时陈建拆迁我办事,有时候会给我说一些赵斌的事情。 又一次他给我说,赵斌要是突破太清静,就会去一个大组织里面。而且,里面的待遇极好。到时候上海协会会长的位置,就会交给陈建。当时我也是无意听听。后来这陈建告诉我,他舅舅一大把年纪,还找干爹。 而且这个人他还见过几次,每次赵斌看到,都是恭敬得很。就差,没有跪在地上舔鞋了。而且听陈建的意思,那个赵斌干爹,平时就在上海。 第794章,准备收服上海协会。听到这里,我也没有太大的反应。找一个身处上海的靠山,也不是什么坏事,有背景好办事。这是谁都知道的一句话。但是想要找到一个强大的靠山,又岂是那么容易的?赵斌能找到一个靠山,也足以说明他的实力。 不过,上海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,要比其他城市快得多。有一些卧虎藏龙的修饰在这里,自然能得到好的资源。所以,在上海有上清境的修饰存在,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 风水界是玄学界内最低级的存在。以前是因为,风水界是相互制约的,再加上各个协会里面,修为最高的,就是天师敬王。而且还只有一两位存在。 因为我的出现,风水界的局势彻底乱了。先是几个城市的风水协会抱团,再到现在,不少风水师突破到了天师境,已经彻底打乱了所有的协会。 之前风水协会之间,虽然相互制约,相互平衡,但是问题也是很多的。赵斌这样的行为,就是仗着自己风水师的身份,作威作福。 虽然上海风水协会,还不是我管辖的协会,但是这些风水师杀了人,自然不能就这样算了。 要是风水师有样学样,以后世俗界的人,去哪说里去? 知不知道,赵斌的那位靠山,是什么来路? 听到我的询问,那些人都是摇摇头。 不过这件事情,也怨不得他们。 赵斌的干爹,实力肯定不俗。 至于是什么来路,自然也不是他们,这群人知道的。 这个陈剑,现在在什么地方? 还在上海风水协会,不过陈剑的家庭比较特殊,身处政治界。 而且他家人,对他也很是溺爱。 平时在风水协会,对我们这些人都是不放在眼里的。 没想到,竟然还涉及政治界了。 陈剑可以说,在上海这一方天地,已经算得上是王爷了。 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难怪这陈剑杀了人,警方也没有过问他,感情原因是在这里的。 小卫长,你的脾气我们没见过,但是也听过。 但是你要懂陈剑,恐怕他赵斌第一个就不同意,再加上政治界的情况。 你要动手,恐怕后患无穷。 我也是呵呵一笑,从一届学生走到现在的太清静。 我肖无可不是被吓大的,政治界不能染指风水界,风水界也不能插手政治界。 风水师坐监犯科,自然由风水界处置。 现在他们颠倒事实坐监犯科,我不答应。 要是陈剑是世俗界的人,收拾他,还真的是颇为麻烦。 但是现在他是风水界的人,我收拾他,自然顺利地躲。 他左不过是风水界的人,只要他,还是风水师。 但是,我想收拾他,自然不需要你们费心,给你们一个机会,就看你们要不要把握了。 听到这里,上海风水协会的这些人面面相去,然后一脸的疑惑。 我也没有让他们继续猜,继续开口。 刚才听你们说,想要加入我的队伍,如果现在我给你们这个机会,你们做何打算? 他们几个一愣,然后继而苦笑一声,萧会长,不是我们不答应。 而是我们的名字,已经在上海风水协会的名册上面了。 要是我们,加入你们,自然是背叛上海风水协会了。 这一点,萧会长应该知道的。 这一点你们放心,我绝不会,让你们去背叛上海风水协会。 我开口说道,要是我将上海风水协会,也收到名下呢。 在场的人都是一愣,看着他们,我也没有再说别的。 你们先回去吧,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。 等到我手头的事情处理完,我会亲自过去上海一趟。 毕竟有些风水师的手伸得太长了,不收拾他们,永远弄不清自己的位置在哪里。 至于这里的事情,回去之后,要是赵斌问起,你们自己商讨着回答吧。 不过给我看住陈剑了,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和赵斌站在一起。 等我杀过去的时候,你们不会后悔就成。 要是没有什么事,你们可以走了。 在场的人面面相去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怎么,不愿意走。 要是不愿意走,你们可以留下。 看着他们慌张地离开,我也没有多说什么,既然选择要动手。 那么这次连带上海周围的几个风水协会,都一并给连带收拾了。 会长,你真的要动着上海风水协会啊? 我没有说话,只是看了一眼对方。 第二天清早,严芳和纪勇两个人前来,昨晚上我就在协会里面住下,并没有直接回酒店。 萧先生,我们要去的地方距离这里有些远,可能今天晚上回不来了。 要是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,我们可以另外挑选一个事件。 严芳一脸歉意地说完,我听完以后也是一愣,不过也没有说什么。 没事,明天天黑之前回来就行。 还有一件事情,让你妹妹不要和那群风水士瞎混,否则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她自己。 听到我说到严华,这严芳也是叹气一声。 随她吧,我也懒得管她,就算是死在外面我也不会去给她收拾。 从小到大我把她带大,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是给她,结果却养出了这样一个势力。 再说了,她也不是我亲生妹妹,我也没有必要管着她。 只是让我想不明白的是,我父亲为什么那么听她的话,现在连见我都不想见。 听到这里,我也没有开口插话,而是闭眼养神。 到了地方,麻烦叫醒我。 说完之后,我就睡了过去。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地方竟然距离苏州市区那么远。 到地方的时候,都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。 不过这里的环境是真的没得说,水乡桃源,说的应该就是这里了,山上有泉,山下有河,两旁的环境美轮美奂,地上还有一些开花的小草。 就是这里了,这个村子远离喧嚣的城市,也不是郊区,加上公路都很方便,环境什么的,都不错。 所以我就选在了这里。 肖先生你给看看,这里的环境如何。 一会吃了饭,我们再从周围看看吧。 现在从早上到现在,想来都饿了,我们进村子里面吧。 因为都是小道,车子不好开进去,我们还是用走的吧。 第795章,鬼遮掩。 来到村子里面,纪勇带着我直接朝着一户农家走去,还没有到院子里面,我就闻到了饭菜的味道。 可能是一天时间都没有吃饭的缘故,所以我这肚子也有些不争气,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。 严芳跟在我的旁边,自然是听到了这些声音,一时间倒是整得我有些不舒服。 季先生之前来过这里吗?感觉你对这个存在挺熟悉的。 我老公就是这里出去的,这里就是他的老家,不过有一次泥石流。 他家在后面,正好被掩埋了,好在当时他不在家。 现在我们来的这家,是我老公的二伯家里。 听到这里,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也没有继续多嘴。 来到院子里面,一张桌子上面,已经摆满了各种饭菜,当然也少不了小鱼小虾之类的和弦。 听到有声音,从厨房里面走出来一个老者,看着就是一副农村汉子的模样。 而且还是操劳了一辈子,看到季勇回来,直接就是笑脸相迎。 早上你打电话说过来了,我就赶紧准备饭菜,赶紧上桌吃饭。 这位就是那位风水先生吧,都是一些乡下饭菜,不要嫌弃就好。 客气了,反正现在大家都是挺饿的,所以也不管别的了,直接就动手开吃了,可能是到家了。 季勇和严芳也没有顾忌相行。 一顿酒足饭饱之后,我们几个人才坐下来闲谈。 因为是关系我父亲的坟地,苏州周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。 所以我老公就建议我将我爸的坟地选到这里,到时候清明扫墓的时候,也正好可以一条路带过。 因为这里的坟地涉及到我老公他家的祖坟,所以我父亲自然不能葬到我老公他们家的祖坟。 所以就想让先生在附近点穴。 严芳说完,我也明白了他什么意思。 祖坟是一个族式的血脉传承,自然不能让外人葬在祖坟之中, 在附近找上一块墓穴不是难事,但是得偏离祁家祖坟,距离少说都是一公里。 所以,想要让墓穴靠得太近,是不可能的事情,除非是不计后果。 我说完,还没等纪勇和严芳说什么,纪勇的二伯突然手里的被子就掉在了地上。 而且,整个人直接坐在了地上,一只手还捂着心脏。 看到这里,纪勇赶紧跑到屋子里面去找药,我蹲在地上看着他二伯的样子。 纪勇拿药出来,吃了以后还是没有太大的作用。 速效就心丸,我开口说道,心脏病。 听到我这样说,纪勇看了看手里的药瓶,也是一脸无奈。 应该是吧,这病都维持一年了,去医院检查,也检查不出来什么。 说是心脏病吧,但是又不像。 可是犯病之后,又和心脏病差不多,连我堂弟也是这样。 平时我在家,有时候心脏也会难受,去医院检查,可是什么都好好的。 看着纪勇的二伯,渐渐好转起来,纪勇也松了一口气。 对了,纪翻呢。 中午的时候,我让他去镇子里面买些东西回来,应该也快回来了。 看着太阳已经开始日落西山,想了想我也没有去山上看,所以还是决定明天早上再去吧。 不过这样的话,可能回苏州的时候,就要耽误半天的时间了。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唠家常,我这个外人,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做电灯泡,所以就出来,来到了河套里面。 看到清凉的水,我直接拖了鞋下去,踩在鹅卵石上面,别提有多爽,天黑没有黑。 但是不少小孩子,就拿着水桶,朝着河边,这里走来,然后一个个的,就跳到河套里面,开始摸田螺和螃蟹。 看着他们嘻嘻玩闹的样子,我也想到了自己小时候。 虽然相隔有一段距离,但是我也看得清他们抓的是什么,运气好点的,还能抓几只小龙虾。 农村还在的娱乐场地不多,但是下和捉鱼虾田螺,可是一把手。 看着他们嘻嘻玩闹的样子,我找了一块大石躺下,坐车坐了一天。 吃饭的时候也坐着,现在躺在石头上面,别提多舒服了。 我两只脚搭在水里,这个感觉,真的是太爽了。 结果,就是太舒服了,所以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。 结果醒来的时候,旁边站着几个小孩,正打着手电看着我。 叔叔,这里不能睡觉,晚上会有蛇的。 你是谁家的亲切,以前没见过你啊。 这几个小孩,一个个都拿着水桶,我笑了一声,然后穿鞋也准备回去。 毕竟回去太晚,也免得他们担心。 刚才看你们在河里捉东西,都捉的什么东西? 这些小孩在直接将水桶拿给我看,结果里面有不少螃蟹鱼虾,还有一些小河棒。 这些东西带回去,对他们来说,就是明天的丰盛午餐了。 走吧,我们回去了。 你们有手电,和我们一起走吧。 我点点头,然后和这些孩子,一起朝着村子里面走去。 等一下,刘波呢? 跟在队伍最后面的一个孩子,开口说完,这几个小孩子东张西望地找起来。 刚才没有注意,现在看着眼前的四个孩子,也确实是少了一个。 我躺在石头上面的时候,看着这群孩子应该是五个,现在也确实是少了一个。 会不会是先回去了? 不可能啊,说好的一起回去的,刚才还在一起的,现在不见了。 快点,大家都快找找。 看到这里,我看向四周,并没有任何人的踪迹,虽然是晚上,但是我的视力也不弱,看不到任何孩子的踪迹,我双手掐绝,直接打开阴眼。 结果看到在下游不远处,差不多二百米的地方,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,手里拉着一个孩子。 那下游是什么地方? 一个孩子听我开口,看了看下游的位置。 那边是一个小水库,平时大人都不让我们去。 而且那里死过人,前段时间大人钓鱼,就从里面钓出来一个女人,所以我们抓河线,就是在这上面。 听到这里,我也明白是什么原因了。 你们四个不要找了,在这里等着我,千万不要乱跑。 说着,我朝着下游飞快地走去,手里几枚铜钱出现,快要赶上对方的时候,我手里的铜钱直接扔了出去,直接打在了那个女人身上。 顿时就是扑通一声,重物落水的声音。 第七百九十六章,打两顿。 至于那个孩子浑身一软,直接倒在了水里。 看到这里,我也是松了一口气。 不过就在我松口气的时候,水里有东西,直接游了过来,然后一把抓住那还在的脚。 这孩子倒在地上的地方,正好是水岸边。 而且就在深潭旁边,眼看再吃一步。 这孩子就被带到了水里。 现在我打断了那水鬼的目的,这肯定是不会放弃的。 冥完不灵。 我手里汗剑出现,直接扔了出去,顺势就朝着水里扎了下去。 那水鬼眼看不妙,顿时就松手。 我跳进水里,将还再抱了上来,一手按在对方的后背,直接让他将喝的水吐了出来。 接着,水里就是一阵翻腾。 一道白色的阴魂站在水面上,我也没有理会他。 伸手一射,直接将汗剑射去回来。 我抱起这孩子,朝着上游走去。 看到我回来,这几个小孩子,看到他们的小伙伴昏迷不醒。 也是一阵担心,现在只能将他们护送回去了。 到了村子里面,纪勇正打着手电出来。 正好遇到赶回去的我。 萧先生,这怎么回事? 怎么抱着一个孩子? 纪勇看着我和几个孩子。 不过现在也不是解释的时候,这孩子被水鬼迷了。 虽然保住命了,但是毕竟是个孩子, 身上的阳气已经散开,现在我的赶紧帮他凝聚阳气才行。 这几个孩子身上的阳气的,就他身上的最弱。 可能加上是晚上,他们又靠近下游深潭, 所以被那东西盯上了,就在这些孩子不注意的时候, 施展了障眼法,然后带走了这孩子。 要不是这几个孩子弄醒我,或者是他们没有发现少了人, 这个小孩今天晚上,真的是必死无疑了。 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解释。 你们几个带我去他家。 听到这里,这几个小孩子也是一路小跑, 带着我朝着这刘伯家里走。 看到我抱着刘伯回来,这刘伯的父母也是吓得半死, 以为自己孩子死了。 不过看到还有气息,不管怎么叫都叫不醒的时候, 也是直接慌了神。 纪勇,你送他们几个小家伙安全到家, 亲手将他们交给他们父母再离开。 纪勇带着那四个小孩子离开, 这刘伯的父母一脸害怕地看着我。 我儿子怎么渴,身上怎么湿乎乎的。 别说那么多,有没有香灰? 要是有香灰,直接对黄酒拿来,快。 刘伯的父亲速度到快,直接将东西那里过来, 但是香灰这样的洞,基本上没有哪家人会收集吧, 所以只能用清香燃烧了。 看到这里,我手里一张黄服出现,直接点燃, 然后扔进了黄酒之中。 将这一碗黄酒给刘伯灌下去, 没几分钟,这孩子就狂吐起来, 而且吐出来的东西都是河里的臭泥。 继续拿黄酒过来,燃烧一张黄服, 接着一大碗黄酒再次给刘伯灌了下去。 很快,这刘伯又是继续一阵呕吐, 直到这孩子将肚子里面的东西吐干净, 我才罢休。 看到他肚子里面,已经没有了东西。 我拿出朱砂,还有狼蚝笔, 直接沾了朱砂,脱了刘伯身上的衣服。 从他咽喉的部位往下, 一直到下阴的部位, 被我写了一连串的符咒。 做完这些我才停下, 看着刘伯身上慢慢涣散的洋气, 我也算松了一口, 相比之前,已经好了大半。 这孩子两天内不要让他出门, 尤其是不要让他碰水, 水要喝开水, 凉水生水,碰都别让他碰, 还有他身上的这些符咒, 等他自然消失, 三天过后才能洗澡。 这孩子具体什么时候醒来, 我也不清楚, 但是你们要注意, 这孩子醒来要给他吃干食, 尽量不要给他吃袋水的东西。 刘伯父母看着我, 也是一脸的猛逼,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还有, 这孩子可能醒来会生得虚, 还会说胡话。 你们不要在意, 要是有什么问题, 明天我再计价, 你们可以去计价找我。 说完, 我就准备离开。 等一下, 我能问一下, 我儿子是出什么事了吗? 着水鬼了, 本来下午没事干, 我就在河边, 结果躺在石头上睡着了。 这几个孩子在河里面抓鱼虾, 也是他们发现刘伯不见的。 等我发现的时候, 他已经在小水库边了, 以后不要让孩子到水库边。 就是大人到水库跟前, 说不定都会中招。 更别说这孩子了, 要是以后孩子不听, 那就打一顿, 要是打一顿不行, 那就打两顿。 说完我就离开了, 刚到门口, 我就遇到了赶来的纪勇。 看到我出来, 这纪勇也是一脸的好奇。 萧先生, 到底出什么事情? 那孩子没事了吧? 没事了, 就是撞到东西了。 说着, 我和纪勇两个人, 就并肩行, 走了没多大一回, 眼看就要到家了, 纪勇右手直接捂着心脏的位置, 然后头上冷汗直冒。 看到这里, 我也有些不知所措, 不过很快, 纪勇从口袋拿出药物, 直接塞到嘴里, 只是作用并不大。 看着纪勇难受的样子, 我一直手搭在他的手腕上, 虽然我并没有学过医, 但是通过把脉, 也可以得出一些小问题。 一分钟后, 我疑惑地看着纪勇, 要是他是心脏病的话, 心跳得应该非常快。 而且, 脉搏也会很快, 但是这纪勇的脉搏都很正常, 要不是装的, 那就是另外一个一种说法了。 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, 我还真的不清楚。 看着纪勇疼得难受的样子, 我也不敢动他, 要真的是心脏病, 动他反而不好。 十几分钟之后, 纪勇才开始慢慢恢复过来。 看着纪勇擦掉头上的冷汗, 我也是疑惑地开口。 你和你二伯还有堂弟, 都是心脏疼, 会不会是什么家族遗传病? 听我这样说, 纪勇也是呵呵一笑。 要是遗传病的话, 到医院应该能检查得出来, 不过说来也奇怪。 这我们三个, 我带着二伯还有堂弟, 一起去是中心医院检查的, 但是就是, 检查不出来什么。 在苏州的时候, 我这心脏疼得也还能忍住, 但是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, 竟然疼得这么厉害。 看着纪勇没事, 我们两个回去, 第二天早上, 吃了早饭之后, 纪勇还有严芳, 还有纪勇的堂弟计分, 我们三个人拿着镰刀离开, 因为要给严芳的父亲找墓穴, 所以一中午的时间, 我都不知道够不够用。 来到半山腰, 纪勇指着远处的几座坟头, 那里, 就是纪家的祖坟, 现在, 咱们先在这里看看, 要是没有合适的, 我们再去那边。 第七百九十七章, 挖坟, 我看了一眼远处的几座坟头, 看后, 看了看周围山势走向, 虽然没有准确计算, 但是根据周围的环境来看, 那里确实是一块宝地, 不过也只是一般的宝地, 只能算是下等宝地了。 风水宝地, 分为平学, 正学, 网上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宝地, 宝地也是分等级的, 下等宝地, 中等宝地, 还有上等宝地。 平时村子里面死人, 都会找上一个风水先生来看墓穴, 这些风水师, 基本上都是半调子, 可以说, 连混原镜就不是, 不过就是多看了一些风水书, 然后就出来给人看学了。 对照书上的记载, 看一些所谓的风水学, 也不在话下, 不过这些, 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学, 平学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点, 随便只一块地, 就可以称之为风水宝地了。 平学是好坏不分的, 要是有的人倒霉, 点到了仰视地上面, 骨灰下葬, 后世倒霉, 命不长久, 要是死是下葬, 诗变什么的, 都是小事, 危害后代的事情, 可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。 至于正学, 也没有什么作用, 这样的学位点下, 不会让你后代出现问题, 但是也不会让你后代得到好处, 就是平时, 我们说的无病无灾。 至于下等宝地, 才算得上是风水宝地。 虽然是下等宝地, 但是也不是普通人能用到的, 这样的宝地, 都是有钱人家才能用到的, 但是想要寻找这样的宝地, 一般都是花了大价钱的。 上等宝地, 就算是风水师遇到, 也不会轻易点出, 因为这样的风水宝地是需要人身来承受的, 就算点到正学上面, 也不是普通的人可以承受的。 这就是风水学位的规矩,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墓园用到的都是正学, 再加上时代变迁, 风水宝地已经少之又少了。 我们一行人来到山上, 我手里拿出罗盘仪看着四周的地势走向, 不管是靠上还是靠下, 都不合适做墓穴。 面对碧天海阔, 头枕尖锐山脉, 左边水道开河, 右面脆平遮阳。 我上下看了一眼, 这里上下没有一个坟包, 很显然, 这块地不适合。 走吧, 去那边看看。 这就完了, 这五分钟的时间就没有就结束了。 纪帆一脸猛逼地开口, 我看着他也是苦笑一声。 你们家盖的房子都是依照做北朝南的方位盖的, 阴宅的方位都是面膝的, 这里的方位埋人, 简单的一句话概括, 那就是见光死。 葬在这里的人, 其实和抛尸荒野没有什么区别。 你看这上下都没有任何坟墓, 就是因为这块地的原因。 说完, 纪帆也没有说什么, 一行四个人只能从这边山头往另外一边山头, 一个小时的时间, 来到纪家祖坟这里的时候, 纪勇他们停下, 在祖坟前面跪下磕头。 我站在旁边拿着罗盘, 看着周围的地势, 这里是纪家祖坟, 外族人是不能进的。 可以说, 方圆一公里之内的距离, 都不能有任何坟地。 不过, 这罗盘上面的铜勺, 左右摇摆不定。 而且还转动不停, 这里的风水有问题。 就在我还在看罗盘和周围地势的时候, 纪帆和纪勇兄弟两个跪在坟前直接哭喊起来, 而且, 一只手还死死地抓着心脏的位置。 看到这里我也是直接冲了过去, 严芳也是顿时没有了主意, 救星丸吞下去, 但是并没有起任何作用。 肖先生, 你快看看, 这到底怎么回事? 看着纪帆和纪勇兄弟两个, 疼得在地上打滚。 我看着面前的几十座坟包, 难不成是祖坟出现的问题? 你看着他们两个。 我收起罗盘, 手里旱剑出现, 直接来到坟包后面, 因为没有人清理, 再加上是在山上。 这坟包周围的草, 都有一人膏。 我用旱剑当镰刀, 将坟包周围的杂草清理掉。 一座接着一座, 清理到最后一座的时候, 还真的发现了问题。 看着坟包后面杂草丛里面的一个洞口, 我手放到跟前, 都有丝丝寒气吹出。 看来问题, 是出在这里了。 手机有信号, 赶紧联系山下的人, 带上东西赶紧上来, 纪家的祖坟出问题了。 什么? 严芳也是一脸惊讶。 这祖坟能出什么问题? 我看着还趴在地上, 忍着痛苦的纪勇和纪翻。 之前他们不停地犯病, 我就疑惑到底是什么。 心脏病也不是什么隐藏的病。 再加上现在社会医学体系的完整, 要是心脏病肯定能查出来。 但是现在偏偏查不出任何问题, 心脏病犯病是不能受刺激。 但是他们犯病是没有任何征兆的。 就像是我高兴的时候犯病, 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犯。 刚才他们犯病, 我也在想会不会是祖坟的问题。 当时也是一想, 但是之前纪勇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。 那就是在苏州的时候, 他的病还没有这么重, 回来之后就严重了。 越靠近祖坟, 心脏疼得就越厉害。 这种情况, 我应该早点想到的。 别愣着了, 赶紧让你二伯多叫点撞汗上来, 记得带上铁锹这些家伙是。 严芳不敢迟疑, 直接就打了电话。 但是没想到, 电话那头纪勇的二伯, 也犯病了。 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。 挂了电话, 看着纪勇和纪帆兄弟两个好转起来, 严芳也是松了一口气。 但是看着祖坟上面的一个洞时, 这兄弟两个也猛逼了。 祖坟上面出现坑, 都不是什么好兆头。 现在竟然出现了一个深洞, 这不出问题才怪。 只是这洞里面具体是个什么情况, 谁也说不清楚, 要想弄清楚情况, 只能将这坟给挖开了。 南方的坟墓, 基本都不能深埋, 也就在地上挖一个棺材的深度, 然后把棺材放进去, 接着周围一圈用石块或者砖头雷起来, 然后填土成高的坟包。 这样的坟墓不像北方的, 一挖就是两三米的深度。 要是棺材里面出现什么问题, 恐怕挖都不好挖了。 一个多小时之后, 上来了不少的汉子, 一个个的手里都拿着铁锹, 知道要刨祖坟。 纪勇的二伯也是一脸为难的样子, 这样子做了, 那就是大逆不道。 但是事先, 我已经给纪勇和纪帆说得很明白了, 他们鸡家植锡血脉的人出现心脏疼的病, 或许和祖坟有关系。 至于是不是真的有关系, 我也不清楚, 一切只能等到坟包刨开才能知道。 第七百九十八章, 铜棺材, 众人站在一旁等着, 也都是在交头接耳讨论什么, 纪帆和纪勇现在在一旁, 不知道和他二伯说什么, 无非就是想让他二伯同意刨坟而已。 你是阴阳先生? 人群中走出来一人, 这个人正是刘伯他老爹刘仙, 只是我没想到他也上来了。 算是吧, 你儿子怎么样了? 我随口说了一声, 毕竟人家打招呼, 我也不能不理吧。 昨晚上的事情, 我都还没有谢谢先生, 我也问了那几个小子, 昨晚上我儿子也确实去河边玩了, 只是没想到,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 先生可能不知道, 前段时间, 村子里面人在水库钓鱼, 结果在里面钓出来一具女尸, 本来天气热, 那水库也是大人游泳的地方, 但是有几次晚上, 好多人都看到, 里面有个女的在唱歌吸引人, 后来大人都不敢去了, 只是没想到我儿子昨晚上跑到那里了。 听到这里, 我也是轻声一笑, 你儿子命不该绝, 所以以后还是少去那种地方为好。 这次正好遇到我, 下次或许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 所以你们要住一好孩子, 那水库里面确实有东西, 等帮几家人处理完这里的事情, 我帮你们去把水库的东西收了。 这东西要是不除, 以后你们肯定不得安宁, 别说小孩子, 就是大人, 要是倒霉被拉进去, 也是死路一条。 我说完之后, 季勇他们走了过来, 刘仙也没有继续和我说, 而是站在旁边看着, 先生, 现在就挖坟吗? 我点点头, 季番的父亲最终点头答应, 在场的人也都没有废话。 我站在最后一个坟包跟前, 然后让大家动手, 人多力量大, 再加上都是男的, 很快, 坟包就被铲没了。 正! 旁边的下了一铲子, 结果直接铲到了什么东西上, 直接发出一声撞击响。 我拿起旁边的铁锹, 拨开周围的土, 结果露出来一块明晃晃的东西, 而且还是生锈的东西, 将周围的土清理掉。 我看到这个东西, 也是一愣。 铜棺材? 不过就在我愣神的时候, 棺材旁边的土里有动静, 所有人都退后闪开, 生怕有什么恐怖的东西窜出来。 不过下一刻, 还真的有东西窜出来, 几只灰色的大耗子跑了出来, 我手里铜钱出现, 直接击射出去, 将这几只耗子打死在。 看着躺在地上的灰色老鼠, 一个个的眼睛都是血红色, 两颗门牙还散发着寒光, 看上格外的圣人。 这样的牙扣, 就算是铁板, 也能给它咬断吧。 周围的人都是一阵唏嘘, 这样的大耗子, 恐怕他们也没有见过吧。 至于我铜钱打在他们身上, 直接就穿透了他们的肚皮, 要他们这些畜生的命, 还不是小菜一碟。 这洞里, 怎么会有这么多大耗子? 老鼠也是走鹰的东西, 遇到鹰气中的东西就会靠近, 可能是感受到, 这下面有东西。 所以这老鼠就打洞钻进去了吧。 差不多一人高的黄皮子, 我是见过。 但是这么大的耗子,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, 我敲了棺材几下, 发现没有耗子出来, 就让人继续瓦。 整幅棺材被挖出来, 结果真的是一幅铜棺材。 看到这里我也是猛逼的存在, 现在在场的人都看着这一幕, 就算是古代, 也绝对不会有人用铜棺材的。 就算是一些人, 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显赫, 用的也是珍贵木材, 镶嵌晶片而已。 铜棺材从古至今的用途只有一个, 那就是镇尸用的。 一些发生失变的人, 又不能进行火化的人, 都会选择用铜棺材入葬。 这镜家祖坟的第一座坟墓, 也就是说, 他们镜家的祖宗了, 竟然选用了铜棺材。 我晃动了一下棺材, 纹丝不动, 应该是实行铜棺了。 只是在铜棺材的小头处, 有一块被药掉了, 直接露出一个两个巴掌大小的洞。 我看着镜永以及镜家的人。 各位, 麻烦回避一下, 现在有件事情要和镜家人说, 大家就不要在这里站着了。 看着众人站在远处一轮, 我看了一眼棺材, 金角铜棺, 你们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吗? 镇压试变用的, 一些横死或者心有怨气的人死后, 一般都会心有不甘, 在入葬之前都会发生试变。 这个时候, 都要用到金角铜棺,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种棺材。 刚才我也说了, 这些老鼠属于鹰鹿的, 之前我还在好奇怎么回事, 但是看到这棺材, 我算是明白了。 北方棺材埋得深, 加上厚土掩埋, 就算老鼠经过, 也感受不到棺材里面的鹰气, 但是南方的棺材, 本身就在地表, 棺材里面的尸体发生试变, 老鼠是能感受到的,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幕。 现在告诉鸡家人, 是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, 至于棺材里面,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, 我也说不上来。 棺材里面的东西, 或许已经试变, 想要解决, 可能到时候, 要烧掉这具尸体了,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, 尸体烧掉以后, 不会对你们有影响。 现在我只是, 说了自己知道的, 至于剩下的事情, 到底该怎么处理, 就是他们的事情了, 我自然不会, 替他们做决定, 要是一个处理不好, 他们都是要怪罪我的。 几分钟时间过去, 鸡家的人, 也都答应了下来。 看到这里, 我站在棺材跟前, 金角铜棺的棺材板有多重, 估计在场的人全部动手, 也只能移动着棺材板。 再加上里面已经发生试变, 到时候真的出现了诈尸, 还真的是个麻烦, 与其这样, 还不如我自己动手。 虎扑三踏, 一踏, 二踏, 三踏, 砰的一声棺材板飞起, 直接砸在旁边的空地上。 这个时候, 一群鼠仔从棺材里面四散跑了出来, 我手里铜钱直接挥洒出去, 看着纷纷刮掉的老鼠, 我也没有理会。 来到棺材旁边, 看到里面的情况之后, 我也是愣住了。 里面的情况, 完全没有我想的那么恐怖, 不过这棺材里面的尸体, 确实是炸尸了。 而且还是红毛僵尸, 不过现在, 没有了任何反抗之力。 技嘉人和周围的人都围了上来, 看到里面的情况之后, 都是愣住了。 这尸体砸这么恐怖, 死了嫩多年了, 身上的皮肉砸还在泪。 你看这尸体的肚子都没有了, 胸口那白白的东西是什么? 第799章, 琉璃鬼英君。 众人都在这里议论纷纷, 技嘉人看到这个情况, 也是一脸的猛逼。 这棺材里面躺着的, 确实是红毛僵尸不错。 而且看样子, 应该是, 已经成了气候的。 只是让我想不通的是, 这僵尸, 现在怎么会变成了一具干尸? 而且现在身上的衣服, 也已经被撕得稀巴烂, 可能是时间的关系。 这布料, 已经和废纸没有什么区别了, 甚至可以说, 废纸都比这衣服结实。 正因为这衣服不结实, 所以轻轻一拽, 就直接成碎片了。 而且, 几乎是这僵尸的上半身衣服, 都已经没有了, 所以才会露出里面的皮肉, 红毛僵尸的肉身强悍, 一般的利刃, 都难以刺透它的身躯, 但是现在到后, 这僵尸的肚子没有了。 难不成真的是那群老鼠做的, 难怪这些个老鼠的, 眼睛都是红色的。 你们大家都不要碰那些老鼠, 可能会带有湿毒。 一听有毒, 大家都是反应很大, 直接用铁锹, 将死老鼠扔得远远的。 我站在棺材跟前, 看着那胸口白花花的东西, 就像是几只白色的骏子一样, 又白又胖的。 而且生长的位置, 正是心脏的位置。 在众人不注意的时候, 我手里旱剑出现, 看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。 这白色的东西, 看上去倒像是蘑菇。 村民说了一句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一笑, 是蘑菇不错。 而且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名字, 叫琉璃鬼英君。 这东西只生长在千年不符的肉身上去, 而且形成的环境极为苛刻, 只是没想到, 在这里会有, 这个东西只生长在心脏上面, 属于大鹰之物。 那些个老鼠袍动进来, 先是毁了这尸体, 然后就守着, 这琉璃鬼英君, 等到成熟之后, 然后再吃了这个东西。 听我说完, 周围的村民, 都是唏嘘不已。 这长在人身上的骏子, 听上去都恐怖地不行, 还吃下去。 又不是人吃, 这东西是大鹰之物, 对于走鹰的东西来说, 却是大捕之物。 这几头大老鼠守在这里, 应该就是为了等候这琉璃鬼英君的成熟。 说到这里, 我看向众人, 大家都不要愣着, 帮忙去找点干柴过来。 看到大家离开, 我跳进棺材里面, 看着长在心脏位置的白色骏子, 然后看着寄咏他们。 两件事告诉你们, 第一件就是这尸体, 已经发生了尸变。 而且成了气候, 这身上的红毛, 就是最好的证据。 而且看他嘴里的獠牙就知道,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僵尸。 这长在心脏位置的琉璃鬼英君, 是大鹰之物。 那些老鼠看到, 自然是想据为己有。 加上这是金角铜关, 这红毛僵尸施展不开, 所以死在了这里面, 也正是因为这样, 琉璃鬼英君才得以生长。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 就算说了, 你们未必能懂。 你们技嘉人有心脏疼的毛病,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了。 我指着琉璃鬼英君开口, 现在他们几个都没有话说。 其实我也不是吓他们, 我说的这些, 也都是事实而已。 这琉璃鬼英君是长在心脏上的, 现在我需要把这心脏连带鬼英君一起取出来。 这个过程, 你们的心脏可能也会疼, 所以你们只有忍着了。 看到他们点头, 我拿着汗剑, 将琉璃鬼英君和心脏的那一块, 一起割了下来。 放在地上, 现在只能慢慢将皮肉清理出去。 几分钟后, 一颗风干的心脏连带琉璃鬼英君, 虽然心脏已经被风干, 但是拿在手里, 我还能感觉到跳动。 至于这琉璃鬼英君的君丝, 已经遍布了整颗心脏。 拿水过来, 听我说, 现在我需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, 需要用到水。 而且分开的那一刻, 可能会伤到心脏。 这颗心脏是你们祖先的, 可能你们的心脏也会疼。 岩方拿出一瓶矿泉水, 然后倒在鬼英君上面, 我轻轻晃动了几下, 然后直接猛的一下分开。 结果技家的三个人, 都是心脏一疼, 全部喷出一口血。 下一刻, 干枯的心脏里面, 流出黑色腥臭的东西。 至于拿在右手上的琉璃鬼英君,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下去。 我看着技咏他们, 虽然喷出一口血, 但是并没有任何性命危险。 没事吧,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? 虽然知道他们没事, 我也开口问了一句。 现在问题解决了, 也算是没有白浪费功夫。 等到柴火堆积起来, 直接将里面的尸体弄出来烧掉。 但是切记一点, 不要让人用手去碰这尸体, 任何人都不能碰。 等到火花之后, 将这些灰, 全部铲到棺材里面就行, 重新封棺, 埋土就可以了。 现在时间不多了, 剩下的时间, 我去我去那边看看, 有没有合适的墓穴。 既用他们点点头, 现在已经下午三点了, 要是我在这里继续耽误下去, 恐怕明天晚上也回不去了。 来到侧边的一块坡地上面, 对应周围的地势走向, 我看着手里的罗盘, 这块的风水堡地是没有, 但是想找一个正穴, 还是可以的。 而且, 距离技家祖坟最近的位置, 差不多有五百米的地方, 就有一处。 在周围转悠了几圈, 我选了一块平坦的地, 这里正好有一处正穴, 正好对于技家祖坟, 而且也互不干扰, 距离不远不近, 也能一条路过。 这个位置, 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 我用石头做好标记, 然后又订了一枚铜钱下去。 等我返回技家祖坟那里的时候, 现在众人也都在填图, 而且也已经到了扫尾的阶段。 看到我回来, 严芳就直接上来询问情况, 我也没有隐瞒。 风水堡地中等穴和上等穴, 想都不要想, 想要找到这样的穴位, 需要大量的时间, 也需要莫大的机缘才能发现, 至于堡地中的下等穴, 也不是轻而易举能遇到的。 现在周围的情况, 我都看了一遍, 给你父亲选了一处正穴。 正穴的意思就是, 不好不坏。 仙人埋葬这里, 可以说是不受侵扰。 后人虽然不会大富大贵, 但是也不会有大灾大难。 严芳听完之后, 点点头算是答应了, 风水堡地不好找。 就算能找到, 也是点在偏点的位置上, 不会点到正穴上。 看到周围的人都收拾完成, 大家也都朝着山下走。 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, 也该回家吃饭了。 恐怕都下不到山, 这天色就已经黑了。 第八百章, 奸杀。 我和纪勇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后面, 说着严芳父亲坟地的事情, 只是因为时间有限, 再加上周围的山势走向, 确实不适合点阴宅。 任何人死了, 都想入住风水堡地, 但是这样的堡地, 又岂是那么容易寻找到的? 人死如灯灭, 岂是也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些。 风水堡地, 虽然埋葬先人, 可以给后代带来福音, 但是也要看仙人能不能承受住这风水堡地带来的福报。 要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死后, 想要入葬风水堡地, 那真的是痴人说梦。 古代风水师, 在寻龙点穴的时候, 都会先打听一下, 这些死者生前是什么人。 要是好人, 找一处比较好的穴位。 要是一个恶人, 找一处正穴, 都是对他的恩典了。 但是现代的风水师, 基本上都是被铜锈为沾染了。 不管对方什么人, 只要给钱, 就一定帮你寻龙点穴。 但是殊不知, 这样的结果, 则是害人害己。 风水堡地要是埋葬一个恶人, 不但不会给后人带来福报, 甚至还会适得其反。 风水堡地带来的福音, 绝对不是一个恶人可以承受的。 至于恶人的后代, 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。 严芳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, 我不清楚。 但是给他点一处正穴, 是完全没有错的。 前人栽树, 后人乘凉, 先人不作为, 后辈天涅元。 萧先生, 晚上去我家吃饭吧。 昨晚上你救了我儿子, 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。 刚才我给我婆娘也打了电话准备韭菜, 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了。 也算是为昨晚的事情, 谢谢你。 听到这里, 我也是苦笑一声, 看了季勇一眼, 然后点点头。 行, 盛情邀约,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 正好刘波也需要重新凝聚一下阳气。 看到我答应, 刘仙也是一脸兴奋。 一会回去, 我先去刘先生家里一趟。 刘波昨晚撞到东西, 今晚上我也要看看刘波的状态, 所以晚上我晚点回去。 季勇也没有多说什么, 只是点点头。 从山上下来, 来到刘仙家的时候, 刘仙媳妇已经准备好饭菜了。 坐在饭桌上, 刘波坐在凳子上面, 一副痴呆的样子。 我看了几眼刘波并没有什么问题, 他身上的阳气现在也在凝聚。 至于刘仙, 倒是热情得很。 一阵酒足饭饱之后, 刘仙让我给他儿子彻底检查了一下, 再三确认, 没事之后才罢休。 看到刘仙这着急紧张的样子, 我也是觉得一阵可笑。 坐在院子里面, 凉爽的小风吹来, 也是格外的清爽。 刘仙从屋子出来, 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布包, 然后就放在我的面前。 先生, 我们家也没有什么钱, 这点钱不成敬意。 要是你有什么要求, 只要你开口, 我们尽量满足。 昨晚上你救了我儿子, 做人要知恩图报, 这一点我们还是知道。 看着放在我面前的红包, 我无语地笑了笑。 要是遇到哪些神棍, 恐怕都会嫌少了。 但是我压根, 就没有想过去收钱。 先生, 你不说话, 是不是嫌少? 你误会了, 我还没有, 缺钱缺到这个地步, 这些钱自己留着吧。 本来对我也是举手之劳, 这些钱, 你们还是留着给你儿子买些补气的人参回来, 不用太好的人参, 要定的身片就可以, 每天两三片泡水喝就行, 喝上半月以上, 应该就和以前差不多了。 说着, 我拿起桌子上的红布包塞给刘仙, 本来刘仙还拒绝的, 但是最后还是手下了。 家里有没有纸钱和清香, 给我拿一些出来。 从刘仙家出来, 我手里拿着清香, 还有几张纸钱, 然后朝着小水库那边走去。 还没有来到水库这里, 就听到水里扑腾扑腾的声音。 而且像是大鱼跳跃落入水里的声音, 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过来, 就会被这样的声音吸引。 而且, 这小水库四周阴气重重的, 只要靠近, 就会被鬼遮掩。 到时候看到水里的东西, 就会想着下去捡。 只要下去就完蛋了。 这水鬼也是难缠, 昨天晚上是真的要救那小孩, 否则的话, 当时就收了这个水鬼, 也不会等到今天晚上了。 来到水库跟前, 顿时水面就安静了, 我手里的清香点燃, 直接插在了岸边, 然后手里的纸钱点燃, 直接朝着水库扔了过去。 结果还没有靠近水面, 这些纸钱就全部熄灭, 然后落入了水里, 接着就是一阵小漩涡出现, 直接将纸钱弄沉到水底。 给你机会你不要, 看来你是真的像魂飞魄散了。 见到我来, 还不滚出来? 我一跺脚, 水面上砰的一声, 就像是爆竹在水里炸开一样。 那水鬼直接被炸了出来, 然后站在水面上, 一脸狼狈的样子。 你坏我好事,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, 你就先来找我麻烦了, 不要脸的东西。 那小崽子我没要了她的命, 今天我就要了你的命。 说着, 那女鬼直接朝我冲来, 我手里浮沉出现, 直接抽打了上去, 顿时那女鬼直接倒飞了出去, 掉进水里, 直接掀起一阵水花。 接着, 水面上就是阵阵涟漪, 没有了动静。 看到这里, 我嘴角上扬, 一只水鬼而已, 没有出手, 伤你, 已经算是仁慈了。 现在竟然还想着, 给我来这一套。 我也没有客气, 双手掐卷, 加上这里的阴气凝卷, 直接召唤出来鬼门, 看着鬼门打开, 两只鬼叉飞出, 还没有等他们开口, 我就先开口了。 将水里的水鬼, 给我抓出来。 那两只阴差手里黑色的寒沟出现, 直接朝着水里扔了下去, 接着水里就是一阵翻腾, 看着那水鬼被勾出来, 顿时就慌了神, 看着两只鬼叉威严的样子, 这水鬼直接跪了下来。 我错了, 我真的错了, 求大人饶命, 我只是想报仇而已。 我也是眉头一皱, 报仇? 几个意思? 大人, 我是被人奸杀的, 我不是自己跳河自杀的, 一个多月以前, 我是跟着朋友来这边山村度假的, 因为中途我有事, 所以晚了半天, 加上那天也是晚上, 我就走到了这里, 但是没想到在河边洗脸的时候, 就遇到了一个男的, 本来我想给他打听路的, 但是这男的起了色心, 看周围没有人, 就把我按到地上飞离。 第801章, 水鬼, 我也是眉头一皱, 这水鬼的话, 能不能信我还不确定, 但是看他的样子, 又不像是在说谎, 如果是被奸杀, 又怎么可能会变成水鬼? 大人可能不信,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, 那男的非离我, 我奋力反抗, 结果他直接拿起地上的一块石头, 就朝我脑袋上砸了过来, 顿时我就晕了过去, 等我有感觉的时候, 那男的已经在穿衣服了, 看到我醒过来, 这男的就将我抓起来, 然后直接抱着我, 跳到了这深潭里面, 活活把我枪死在了水里, 大人要是不相信, 现在我的脑袋, 上面还有伤口, 那女水鬼自己剥开头发, 我也看到, 在他的脑袋上面, 确实有一个血口, 我心有不甘, 但是自己又没有办法, 我尸体沉底身上, 还绑着石头, 根本扶不上去, 那天看到有人在钓鱼, 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, 我的尸体被抬走, 但是我却变成了水鬼留在了这里, 我只是想报仇, 那男的就是那个村子里面的人, 有天晚上半夜, 我进村子想要杀了他, 可是他们家的门神太厉害, 我根本进不去, 白天我在水里, 根本就不能出来, 昨天晚上, 我对那孩子出手, 也是迫不得也, 要是大人还不相信, 可以在周围找找, 那男的用石头打得我头破血流, 地上一定有血迹的, 听到这里, 我倒是没有迟疑, 手里的手镯摘下来, 直接扔到一边, 接着一条长着龙脚的巨蛇出现, 而后吐着杏子, 在四周搜寻着什么, 这大晚上的, 要是靠我去寻找带血的石头, 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了, 但是这贪吃蛇的嗅觉灵敏, 还是让他去找吧, 辛苦两位阴差了, 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毕了, 你们可以离开了, 因为是水鬼, 所以没有找到替身之前, 是不能下地府的, 这两位阴差收起家伙就离开了, 鬼门消失, 这女水鬼, 也是松了一口气, 你说的这些, 都是真的, 我也是无比严肃地开口, 绝对真实, 要是有半句假话, 天打雷劈, 这次, 我就先放你一马, 要是这件事情是真的, 我会让你如常所愿, 但是要是让我知道你是骗我的, 我定然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, 我说完之后, 贪吃蛇那边发出动静, 我走了过去, 看着地上的一堆沙子, 然后用手拨开, 上面, 确实有黑色的斑点, 而且看着这里的情况, 是被人故意掩埋的, 因为是河道, 所以地上有沙子, 一点都不奇怪, 不难看出, 这里的沙子, 确实是被人故意掩藏的, 而且从这里延伸到深潭那里, 可能是因为时间仓促, 害怕被人发现, 所以才会遗漏了一些, 看来这水鬼, 多半说的是真的了, 确实是被人害了, 告诉我, 是村子里面的哪一家人害的你, 水鬼说完, 还没等我开口, 就看到, 远处几道光亮, 朝着这边走来, 看到这个情况, 我看着水鬼, 在我没有给你答复之前, 你最好老实地在这里待着, 不要乱动什么坏心思, 否则吃亏的还是你自己, 我既然答应你了, 就一定不会实验, 到时候, 我给你报仇的机会, 说完, 我收了贪吃蛇, 然后朝着那几道光束走了过去, 来人正是纪勇和流仙两个人, 除此之外, 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, 萧先生, 怎么样, 那东西收了吗? 刘元询问的时候, 站在他旁边的那个老者, 也是一脸紧张, 至于纪勇, 倒是一脸的平和, 不是, 好端端的, 你们怎么找来了? 被我这样一问, 纪勇苦笑一声, 林叔来我二伯家, 说要找你, 我说, 你去了刘元家, 林叔就拉着我去刘元家找你, 可是刘元大哥说你来了这里, 一想这里不安生,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, 听到这里, 我看着那个老者, 有什么事, 直接说吧, 那姓林的看着深潭那边, 寄而开口, 大师, 那水里的东西, 有没有被你拿下? 我直接摇头, 没有, 跑了, 怨气很深, 不像是普通淹死的人, 今晚上是没有什么收获了, 直接回去吧, 明晚上我再碰碰运气, 看能不能将这个东西收了, 后天我就要回去了, 走吧, 那东西指不定什么时候上来偷袭, 而且这东西, 力大如牛兄很无比, 被他拉住, 就没有存活的可能了, 被我这样一说, 这三个人, 也是吓得不敢回头看, 回到村子里面, 我让纪勇先回去, 而是要求去刘元家住, 纪勇也没有多说什么, 在经过纪家的时候, 就回去了, 至于这姓林的, 则是跟着我和刘元, 一起来到了刘元家里, 先生来我家住, 真的是我们家的荣幸, 我现在就去给你收拾屋子, 看到刘元这么激动, 我直接拉住了他, 不要这么客气, 有些事情, 我需要向你打听, 林叔也是这个村子的人, 就坐下一起吧, 我也不和你们客气了, 所以有话, 我就直说了, 那深谈里面的女尸, 是如何死的, 你们知不知道, 刚才和他斗的时候, 对方怨气深重, 一副恃不罢休的样子, 你们也都知道, 解铃还虚细凌人, 要是不把问题解决了, 这水鬼是不可能离开的, 要是随着事情发展, 这水鬼的实力强大起来, 但凡有水的地方, 都会有他的踪迹出现, 听到我这样说, 刘元和这个姓林的, 也是吓了一跳, 尤其是姓林的, 看他的样子, 更像是一副作贼心虚的样子, 不过我也没有在意, 可能是年纪大了, 所以对于这些事情, 有些敏感而已吧, 萧先生, 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, 这东西不出, 真的不能安心啊, 我们大人可以不去那种地方, 但是这些熊孩子可不管这些, 我们白天做农活, 根本不可能一步不离地看着他们, 先生不是这里的人, 要是出了事情,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, 萧先生, 有什么主意, 你就直说, 这件事情村子里面的人都知道, 而且, 那水库里面的东西, 大家都知道, 为了孩子需要怎么配合, 我们都同意, 听着刘元这样说, 我赶紧摆摆手, 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, 你也不要紧张, 现在还没有到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, 大师, 能不能给我一张护身符, 昨晚上我儿子回来之后, 就神神叨叨地说是见鬼了, 今天来找你, 其实也是, 为了求一道护身符的, 第802章, 帮你一把, 姓林的老者说完之后, 我看了他也没有说话, 我说着, 老者怎么去找我, 原来是因为有原因, 也真的无力不起走, 现在为了自己儿子, 过来索要护身符, 就算有护身符, 遇到一些阴气重的阴魂, 也没有任何作用, 看你的年龄, 要是你儿子, 应该也已经成年了吧, 成年人壮鬼, 只要正气足, 在家里待上几天就可以了, 听我说完, 这姓林的老者, 还是一脸的为难, 大师, 你就给我一张护身符吧, 要多少钱你说, 我都给, 我也是无语了, 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, 我手里现在护身符没有, 最低级的符咒, 还是烈火符, 但是烈火符, 是需要咒语催动的, 普通人根本不会用, 你先别着急, 一会, 我去一趟, 你家就行了, 看看你儿子的问题出在哪里, 你给我要护身符, 那也对我有才行啊, 还有就是, 你们知道那个女士, 是怎么掉进深潭的吗, 这么死的不明不白, 确实有些问题, 你说这女的怎么死的,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, 要不是村子几个小伙子去钓鱼, 还真发现不了那尸体, 警察来了, 检查了一下尸体, 只是说, 头上受到撞击, 可能是掉进水里的时候, 头磕到了石头, 然后晕了过去, 正好也在水里, 所以给淹死了, 流言说完, 我想了一下站起身子, 看来问题, 他们也不清楚了, 走吧, 去你家看看, 姓林的听到之后, 就直接点头答应, 流言拿着手电, 也一起跟着出来, 看着他跟着一起, 我也没有拒绝, 刚才在深潭边的时候, 水鬼给我说了他追去的那户人家, 这个村子的住户不少, 我也想看看, 到底是什么人有胆子去奸杀一个女人, 而且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, 还抛尸水库里面, 老林, 你儿子这在家待了几个月, 不是说要去北京工作吗, 这都还没走呢, 你好歹也是一个村叔姐, 这儿子可一点都不像你, 这要是在村子里面, 在外面走, 肯定是个流氓, 流言和我走在后面, 可能是觉得气氛有些尴尬, 所以流言就说起了姓林的他儿子, 我走在旁边也只是听着, 这种话题, 我也是插不上嘴的, 别说了,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, 三天两头地往镇上跑, 天天特娘地不学好, 要不是他妈管的他, 我打不死他, 家里这两个小子, 没他们一个成器的, 老林说了一声, 嘴里也是骂骂咧咧的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笑了一声, 大不由娘, 长大了想管都管不住了, 所以还是趁早教育得为好, 说到这里, 我就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, 从出生到现在, 我都没有在他们身边, 这一切都是堂肠, 在照顾和操心, 就在我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, 已经来到了老林的家里, 来到屋子里面, 看着躺在床上, 还盖着两床被子的男子, 我也是疑惑, 这个人看上去只是好好的, 而且摸着额头也不烫, 也不是发烧啊, 现在我倒是一脸的纠结, 十几分钟之后, 我也是摇摇头, 实在是看不出来, 这是什么问题, 你儿子的情况, 根本不是撞到什么东西, 三魂七魄稳定, 也不像是受到什么惊吓, 但是现在他这个样子, 我也弄不清楚, 到底是怎么回事, 不过, 看他浑身发抖, 而且浑身冒汗的样子, 目光也是左右摇摆不定, 更像是吓出来的, 要么就是闯了大祸, 要么就是得罪了什么人, 总之他这个样子, 应该是心病, 听我这样说, 姓林的也是一头雾水, 看到这里, 我也是摇摇头, 要是招惹了什么东西, 我还能处理, 这要是闯了祸, 或者得罪了什么人,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帮他, 看到没有我的事情了, 我和刘源两个人才决定离开, 至于剩下如何去开导, 就是老林的事情了, 从房间里面出来, 我和刘源出到院子, 我刚准备向刘源询问的时候, 却看到了林家大门上贴的画像, 看到这里的时候, 我也是一惊, 难不成? 想到这里, 我回头看向屋子里面, 看到我站在门口不动, 刘源也是疑惑地看着我, 肖先生, 怎么了? 还有什么事情吗? 我摇摇头, 然后看了一眼这大门上面的画像, 也没有多说什么, 本来我还在好奇, 这老林的儿子是什么原因, 现在一切都已经清楚了, 刚才进门的时候, 我没有注意, 一直在想其他问题, 但是现在一切都清楚了, 这老林儿子的病, 确实是吓出来的, 刘源, 这老林儿子平时人品如何, 看他的年纪也不小了, 有没有结婚? 老林的儿子, 平时在村子里面还算客气, 在外面就不行了, 听说去年偷别人电动车, 被抓起来教育了, 这过年的时候, 警察来村子里面, 把他带走了, 听说是偷别人的电脑, 人不坏, 就是喜欢偷鸡摸狗, 去年吧, 隔壁村子一女孩的肚子搞大了, 本来是要结婚的, 可这小子, 心也就是不愿意娶人家, 那姑娘告了他一个强奸, 结果在局子里面待了三个月, 老林不知道, 给了那女的家里什么好处, 这才把儿子捞出来, 回来之后, 去外面打工了一段时间, 然后就回来了, 而且就一直在家没有出去, 听到这里, 看来这小子, 也不算是个好人了, 刚才听老林说, 他两个儿子, 另外一个呢? 这件事情说起来就蛋疼了, 还不是把人家女娃子, 肚子搞大的事情, 他小儿子做的孽, 要他大儿子还, 这些年, 林家老大赚了一些钱, 本来日子都定好要结婚了, 结果, 因为这个事情, 这老大传的钱也全部拿了出去, 后来一起之下, 直接离家出走了,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, 刘元说完, 也是一声叹息, 看来这林家的事情, 还挺乱的, 有烟吗? 给刘元要来香烟和打火机, 我就让他回去了, 我一个人来到深潭这里, 兴许是感受到了我的气息, 所以这水鬼, 已经在等着了, 杀人偿命, 天经地义, 今晚我帮你破了守门神将, 但是你要答应我, 除了杀你的人之外, 其余人你不能伤害, 否则就算是到了地府, 我也有办法将你抓出来, 第803章, 我要练葵花宝典, 大人放心, 我知道分寸, 约有头债有主,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, 不该做什么, 也绝对不会让大人为难, 只要报仇, 我任凭大人处置, 就算是魂飞魄散, 也在所不惜, 我赶紧摆手让他停止, 说的这些, 好像是我强迫他一样, 两个小时, 以后再行动, 说完, 我就离开了, 站在村口, 我身上的修为散开, 注意周围的风吹草动, 现在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了, 很多人都已经睡下, 我点着一根钱吸了一口, 顿时烧飞的感觉传来, 让我也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, 之前看赵伯他们抽烟, 绝对很尬, 但是没想到不会抽烟的我, 这一下把我坑得不清, 看着手里的烟, 我也是一阵无语, 来到林家, 林家的大门已经锁上了, 看着大门上的两张神像, 我看着手里的烟, 弹了弹烟灰, 直接朝着神像的眼睛点去, 回到刘原家, 从我们分开到我回去, 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, 所以看到我回来, 刘原直接就给我准备了床铺, 半夜两点多, 就在我们都还在沉睡的时候, 刘原家的大门被人在外面拍响, 而且, 还有人叫喊的声音, 老林? 刘原出去, 我直接穿衣服, 还没出门就看到老林冲进来, 然后直接跪在了我面前, 要我无论如何, 都要救救他儿子, 听到这里, 我也不能多说什么, 只能跟着老林一起去, 刘原放心不下, 给他婆娘交代了几句, 然后就跟着一起, 来到了林家, 因为动静太大, 周围邻居听到声音, 基本上都出来了, 只是看到林家院子的情况之后, 都是不敢靠近, 大老远的, 我就听到林家传来的声音, 听着老林儿子的声音, 在院子里面大喊大叫, 我也是愣神, 不知道里面是个什么情况, 来到林家院子, 我就看着林家老二拿着菜刀, 整个人赤身裸体地, 在院子里面奔跑, 哈哈哈哈, 打不过我吧, 追不上我吧, 哈哈哈哈, 看到这里, 我也是愣住了, 我暗中掐绝, 看到林家房顶上面, 趴着那只水鬼, 而且双手操控阴气, 缠绕在林家老二的身上, 现在, 这林家老二疯疯癫癫的样子, 谁都不敢靠近, 先生, 求你救救我儿子, 刚才突然就疯了, 而且还拿着菜刀, 说要杀了自己,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, 看着林家老二的样子, 我也是一脸严肃, 但是并没有出手, 老林, 有个事情我要问你, 你要如实回答, 在回答我问题之前, 你要想清楚, 是说真话, 还是假话, 村子外面的深潭之中, 之前发现的那句女诗, 和你们林家有没有关系, 听我这样开口, 所有人都是一惊了, 全都一脸猛逼不解地看着我, 我没有说话, 只是看着老林, 老林被我这样一问, 也是愣住了, 不知道该说什么, 没有, 怎么和我们林家有关系, 你什么意思, 你以为那个女的是我杀的, 看着老林质问我, 我也没有开口, 而是看着发疯的林家老二, 老林虽然不说, 但是林家老二的, 嘴可没有人捂着, 是我杀的, 哈哈, 就是我杀的, 完事之后, 我还把她扔到水库里, 没想到她竟然醒了过来, 然后我还把她按到水来给收拾了, 她是被我按到水里活活淹死的, 之前, 我还强奸了她, 一切都是我干的, 报应啊, 现在我的报应来了, 今天, 我就要, 为我的行为负责, 看着林家老二疯疯癫癫, 又哭又笑的样子,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, 老林看着他儿子什么都说了, 也是气得不行, 现在周围这么多人, 就算再怎么掩饰都不可能了, 而且,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, 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, 就在老林要冲上去的时候, 林家老二直接拿刀指着所有人, 都是我, 都是我的错, 是我强奸了他, 是我杀了他, 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自公, 哈哈哈哈, 我要练葵花宝典, 我要成武林霸主, 说着, 就是咔嚓一刀, 看得我也是裤裆一梁, 后退一步, 现在所有人都是唏嘘不已, 这样的场面, 恐怕他们所有人, 都是第一次遇到吧, 林家老二刚自公, 女水鬼就从房顶上跳下, 一只鬼手直接拍到林家老二的脑袋上, 接着猛的一拽, 抽出来一道魂魄, 做完这些, 那女水鬼对我跪下, 磕了一个头, 然后消失了, 林家老二晕倒在地, 所有的村民看到这里, 就赶紧准备东西, 送林家老二去医院, 这自公不是小事, 晚了还真的有性命危险, 老林, 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, 人在坐天再看, 不是不报收味道, 你儿子如此, 也是咎由自取, 对方没有你儿子的命, 也是你上辈子积德, 不过那水鬼虽然没有你儿子的命, 但是注定你儿子这辈子无后了, 而且还要在疯疯癫癫中度过了, 说完, 我就直接离开了, 没有多说一句话, 林家的事情, 我已经不想参合了, 因为这里的动静太大, 所以, 季勇和季番, 也都知道了这件事情, 至于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处理, 已经不是我操心的事情了, 刘元, 回去把你儿子带出来, 我在村口等你, 可以的话, 再带些祭品出来, 有什么带什么, 刘元也是一脸的不解, 但是也不好说什么, 刘元回去, 季勇过来到我跟前, 萧先生, 这到底怎么回事, 这件事情和你有关, 没有, 我直接开口否决, 自作孽罢了, 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, 我只是来晚了一步, 那水鬼提前动手了而已, 我想祖兰已经晚了,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, 你就先回去吧, 明天早上带人上山, 等到定学之后, 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, 因为你们这个事情, 不是我接手的, 加上这次的意外事件, 姬家祖坟的事情, 这个钱, 你们花的也不算冤枉, 季勇点点头, 没有说什么, 我叹了口气, 然后朝着村口走去, 现在林家, 已经找车带着林家老二, 去镇上医院了, 很快, 刘元就抱着他儿子, 来村口找我了, 是不是不明白, 大晚上的我叫你, 带你儿子出来做什么, 刘元憨厚地一笑, 先生应该不会害我, 我儿子的情况先生知道, 我想, 应该是帮我儿子, 第804章, 要小心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一笑, 然后没有说什么, 只是带着刘元, 朝着水库这里走去, 看到我带着他来到水库这里, 刘元也有一股不安, 刚才林家老二的情况, 他也是看在眼里的, 现在让他接触这些东西, 不害怕才管, 站在岸边, 水库里就是一阵翻腾, 接着一个女人站在水面上, 看到这里, 刘元吓得直接站在了我的身后, 要不是我在, 恐怕都能吓得拔腿就跑, 大人, 我的心愿已了, 这就准备离开, 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, 先别急着离开, 完成这件事情, 我送你入地府, 我开口说道, 这孩子差点死在你的手里, 虽然被我救了, 但是阳气亏损, 加上他年纪太小, 我不敢出手太重, 所以现在, 我给你要一样东西, 将你的鬼精抽取一份给这孩子,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, 你的责任, 现在, 你俗事已了, 只是一份鬼精, 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, 但是对于这孩子来说, 却能让他迅速好转起来, 听我说到这里, 那女水鬼响了一下, 然后点点头, 我让刘元赶紧将他儿子放在地上, 看着水鬼抽出一丝鬼精, 直接没入刘波的眉心, 鬼精像等于是, 人的三魂七魄, 刘波受到水鬼的残害, 虽然保住命了, 但是阳气却是大损, 他还是一个孩子, 所以我也不敢给他来猛的, 要是一个弄不好, 反而会适得其反, 所以他也只能慢慢补阳气了, 但是鬼精不同, 鬼精虽然是阴雾, 但是修补阳气, 是一个不错的办法, 尤其是对小孩子而言, 而且鬼精还有另外一个好处, 就是刘波以后撞到什么东西, 那些阴魂都会自动躲开, 而不会直接冲撞上, 看着鬼精没入刘波的眉心, 接着就直接晕了过去, 刘元抱着自己儿子, 也是一脸担心, 就在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, 村子里面就传来鸡叫的声音, 天要亮了, 时间不多了, 刘元, 抱着你儿子转身过去, 不要回头看, 我没开口, 你就闭着眼睛, 说完我双手掐绝, 直接召唤出鬼门, 看着鬼插出来, 我手里一道皇令出现, 直接朝着阴差扔了过去, 此女遭人陷害, 又诚心悔改, 还望阴差下到地府如实报告, 这张皇令是她的, 看着鬼门关闭, 四周阴风暴乱而起, 只是两分钟的时间, 四周就已经恢复平静, 看到这里, 我也输了一口气, 冤有头债有主, 林家老二强奸杀人, 虽然不知道这水鬼为什么不杀她, 但是现在, 这林家老二自攻了, 就算是活着, 以后也是个废人, 更何况, 现在林家老二的三魂少了一魂, 以后注定是个精神病了, 与其痛痛快快的死, 都比现在疯疯癫癫的好, 千亿发动全身, 林家老二虽然没死, 但是并没有比死轻松多少, 而且现在林家人都要跟着受累, 走吧, 回去吧, 天也要亮了, 说着, 我走在前面, 刘云抱着他儿子小跑, 跟上了我的脚步, 先生, 那水鬼走了? 嗯, 彻底走了, 不过这个深水潭, 还是不要靠近的好, 虽然没有水鬼索命, 但是小孩子不会水性, 加上水深, 掉进去很难逃脱, 这次也好在这水鬼还有点人性, 否则的话, 死的人不会再少数, 听我这样说, 刘云也是好奇, 不是说倒是遇到鬼, 就会直接说了吗? 怎么还有这么多说的? 我呵呵一笑, 人有人道, 鬼有鬼道, 人有好人坏人, 鬼也分好坏, 这个世界上的阴魂好坏, 也不是生来就坏, 人本善良, 只是受到了社会的污染, 一些善于报复的阴魂, 就是因为生前横死, 死后孤魂怨气难消, 加上人世间很多事情, 都是没有公平可言的, 所以有时候人被鬼弄死, 谁也不是什么善查, 所以, 谁都别说谁可怜, 谁都别说谁心狠了, 这次灵家老二的事情, 本来我以为那水鬼会弄死他, 没想到只是小做惩罚而已, 虽然灵家老二被水鬼自攻, 但是也算是保住了一条命, 不管是人是鬼, 只要有拼的, 一死想要报复, 基本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, 就算当时是我出手阻止, 那水鬼也是不会放弃的, 你是说, 那个水库里的女士, 真的是, 我没有开口, 只是点点头, 快到季家的时候, 不少村民经过昨晚上的事情一闹腾, 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睡觉, 因为昨天季勇已经和他们说好, 还有一个活, 所以大家早早的也就来到了季家, 都在季家门口等着, 看到我和刘远两个过来, 这些村民都在讨论什么, 然后看着我和刘远, 老刘, 这天都还没亮, 抱着你儿子去哪了, 不会是真的去水库编了吧, 你儿在撞到脏东西, 这大晚上的还出来, 不想活了, 还有那村书记的儿子, 好好的一个人, 大半夜的不知道做的什么腰, 还说水库里面的那个女的, 是他杀的, 这下林家可是热闹了, 听到村民都在议论, 我也没有理会, 而是敲响了季勇家的门, 现在可以说, 这里的事情已经处理结束了, 只要正学开挖, 就没有我什么事了, 来到山上的时候, 已经是上午十点了, 再给众人定要尺寸之后, 这里的墓穴也才开始动土, 到了下午两点, 我从山上下来, 经过刘远家的时候, 他儿子已经好了不少, 现在在院子里面跑了起来, 回到季家, 我也没做停留, 因为季勇还要处理家里的事情, 所以只能把我送到县里, 然后我再自己想办法回苏州, 等我回到苏州的时候, 已经是后半夜了, 我也没有去协会里面, 而是来到酒店里面, 因为之前订房间的时候, 我直接订了一星期的时间, 所以这房卡, 还一直在我的手里, 我也没有洗澡, 直接躺床上, 就开始睡觉, 我睡了多久也不清楚, 而且, 我是被电话吵醒的, 而且还是, 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的, 看到这里, 我是气得不行, 萧会长, 我是上海风水协会, 不知道是谁通风报信, 现在赵斌已经知道, 你要融合上海风水协会, 所以将这件事情, 通知了他干爹, 而且就在刚刚, 赵斌下令将我们这些人全部关了起来, 而且现在待人已经赶去了苏州, 萧会长, 你自己要小心, 第805章, 你们有多少胜算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一愣, 一看时间已经下午两点多了, 不过既然已经醒了, 那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睡了, 我洗了个澡出来,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, 然后整理了一下发型, 这才离开酒店, 去了风水协会, 等我来到协会的时候, 众人都还在忙活, 至于新调来的几位阁主, 也在熟悉苏州协会的所有业务, 而且堆积起来的合同, 也在分门别类, 完成的和没有完成的全部分开, 之前我很少来苏州这边, 也不知道马征是如何处理事情的, 但是看着他们整理这些东西, 也确实是有些无语, 要是马征还在, 需要什么的时候, 他们能找到, 但是现在交给一个不熟悉这里的人收拾, 还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 我也没有说话, 而是坐在了办公桌跟前, 上海协会的人前来, 那我等着就行了, 至于这赵斌我, 也想见见到底是何许人也, 还有他认的干爹到底是什么人, 从上海到苏州用不了多少时间, 不到一个小时, 风水协会就来了一群人, 而且气势汹汹的样子就差没有吃人了, 看着他们一群人进来, 协会里面的人也都一愣, 各位, 这里是苏州风水协会, 你们是什么人, 看到这个场面, 一位阁主直接站了出来开口, 不过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出手, 我的人被推开, 看着他们这些人, 我也是呵呵一笑, 各位不请自来, 想来不是来做客的, 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, 他们来做什么,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, 既然知道是做什么的, 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客客气气的, 否则还真的让对方以为, 我们协会是好欺负的存在, 听我开口, 为首的一个人站了出来, 你就是肖无, 听说你看了我协会会员的双手, 现在你怎么给我一个合适的解释, 卢庆云一个天师镜的修士, 现在被你, 直接断了双手, 就等于是一个废人, 虽然双手接上了, 但是以后, 恐怕连罗盘都拿不稳了, 你告诉我, 这件事情, 你们苏州协会, 给我什么答案, 我看了一眼对方, 你就是上海风水协会现任会长, 赵斌, 没错, 正是我, 听说你肖会长也是个讲道理的人, 今天我就要看看, 你要怎么给我这个解释, 一个天师镜修士的培育, 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, 我呵呵笑了起来, 想找麻烦, 还给我扣一顶帽子, 这样是不是就以为自己师叔有名了, 你笑什么, 赵斌严厉的质问, 我笑你蠢啊, 我也没有给他脸, 我见过蠢的, 没见过这么蠢的, 也罢, 你想知道, 我就告诉你, 为什么, 苏州风水协会, 是我常得风水总会的分会, 这一点你知不知道, 如青云踏入我的地盘, 一声招呼都不打, 就踏入我的地狱, 多管闲事, 我早就说过, 任何风水师, 想要跨地狱进入我的地盘, 都得事先给我报告一声, 我同意之后才能入, 还有别说你不知道, 当时这些规矩, 都是我派人直接送到各个协会的, 现在你们协会的人知道, 我的规矩还来进犯, 这是几个意思呢? 是故意挑战我的底线, 还是真的不清楚? 抛去这些问题不说, 如青云是你们上海前任会长的侄子, 当年陈桑死在我的手里, 如青云在我协会里面就要动手, 我断他双手, 也是不想滥杀无辜, 否则的话, 现在他的阴魂, 已经成为天灯的燃料了, 怎么, 现在还需要我解释什么吗? 要是没有的话, 赵会长给我解释一下, 你带这些人前来, 到底几个意思? 说完, 我看着赵斌, 只是现在赵斌已经词穷, 他来这里几个意思, 无非就是想借题发挥而已, 现在被我这样一问, 反倒是他词穷了, 除了这件事情, 还有一件事情, 我协会的人说, 你要并占我上海风水协会, 这又是几个意思? 要说这个, 那我就刚有理由了, 我开口说道, 如清云一个人不请自来, 我已经很生气了, 但是你的人倒好, 一下子来了一群, 还说是我的错, 你说, 你这是不是倒打一耙? 还有, 现在你带着这么多人前来, 是几个意思, 今天赵会长可得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, 否则的话, 我也会生气的, 而且啊, 你们这些人, 都不可能活着, 从我这里离开, 听到我说这些, 赵斌气得不轻, 不过, 我也没有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, 门外的两位也都别躲着了, 一起进来吧, 既然来了, 干嘛还要鬼鬼祟祟的, 真的是够让人讨厌的, 我说完, 除了上海协会的众人之外, 包括赵斌在内, 还有我苏州风水协会的众人, 都是表情凝重, 赵斌表情凝重, 是因为我察觉到了外面的情况, 至于我风水协会的人凝重, 是因为他们, 不知道, 门外还有人, 门外传来呵呵两声, 然后一老一少两个人走了进来, 老的六七十岁了, 少的也有四十左右的样子, 看来还是我等低估了萧会长的能力, 自认为我等隐藏的已经够深了, 没想到, 还是被萧会长发现了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呵呵一笑, 是吗? 那我可是高估你们了, 本以为会有什么高深的做法, 但是没想到, 用了这么拙劣的手段, 我都为你们感到汗颜, 萧会长说, 这可就不对了, 手段高低, 也得靠实力说话, 我等这样做, 也是迫于无奈啊, 所以还请萧会长担待一份, 这句话我喜欢, 我开口说道, 手段高低, 靠实力说话, 那么今天你们来, 是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? 哈哈哈哈, 对方两位, 哈哈大笑起来, 萧会长真会说笑, 这句话, 应该我们问你, 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? 听闻萧会长实力强悍, 但是你也不过是个上清静, 我们两位也都是上清静, 二对一, 萧会长自认有多少胜算啊? 我没有说话, 只是看着他们两人, 苏州风水协会的人, 全都退后, 听到这里, 众人也像是明白了什么, 直接快速后退, 那五位阁主也是, 直接退后, 靠在我身后的位置, 你们说的很多, 我是上清静, 对付你们两个, 还真的没有多少胜算, 听到我这样说, 他们两个也是黑黑一小, 然后手里出现了不同的法器, 但是, 如果我是太清静呢, 你们又有多少胜算? 第806章, 完全是个误会, 听我这样说, 他们这些人, 也都是一愣, 继而哈哈大笑起来, 尤其是赵冰, 笑得更是疯狂, 而且看着他的样子, 比起发疯的林家老二, 也相差无几了, 至于那两位上清静的修士, 也是呵呵笑了起来, 不过却没有那么疯狂, 我也没有打扰他们, 毕竟一会能不能笑得出来, 还是一个未知数, 暴风雨来临的前夕, 让他们欢乐一会, 又有何不可, 反正是在我的地盘上, 大家都是风水师, 我也不着急动手, 笑我啊, 笑我, 你这会长做的,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, 什么事情都能说得出来, 还太清静, 你真的以为太清静是好修的, 说突破就突破, 萧会长也是才突破上, 清静没多久吧, 我也没有理会他, 只是淡淡地看着他, 行了, 萧会长, 也别说笑了, 今天就是杀不了你, 也能重伤你, 现在玩笑也开了, 也是时候动手了, 我叹了一口气, 手里汉剑出现, 我可没有和你们开玩笑, 现在你们笑, 不知道, 一会能不能笑得出来了, 说完, 我身上的气势全部散发出来, 太清静地修为暴露出来, 原本还在一脸兴奋的赵斌等人, 感受到我身上的气势之后, 一个个, 变得都是面色铁青, 就连那两位尚清静地修饰, 感受到以后, 也都是一脸凝重, 他们也没有想到, 我真的是太清静地修为, 现在可以告诉我, 你们有多少胜算了吧, 听我开口, 顿时所有人都变得哑雀无声, 萧会长真是会开玩笑, 这些完全是个误会, 其实这次来, 我们也是来和萧会长, 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,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, 还有一件事情, 就是合并的事情, 之前萧会长, 想要合并华夏的风水协会, 当时上海风水协会正忙, 也没有时间和萧会长说, 其实当时也在考虑, 现在, 既然萧会长都突破到了太清静, 我们也都放心了, 上海风水协会加入, 定能再提升实力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心中冷笑, 这变脸的速度这么快, 不去做川剧变脸, 真的是有些可惜了, 不过这样的狗留在身边, 始终是个祸害, 我说了, 我可没有和任何人开玩笑, 本来我想着, 明天去上海拜访各位, 但是没想到, 各位今天, 就送上门了, 我还担心, 明天去找麻烦师叔无名, 现在好来, 你们正好送上门来, 我这可是没有逼迫你们所有人, 至于要合并上海风水协会的问题, 这个就不劳各位操心了, 因为收拾了你们, 上海风水协会, 也将在我的掌控之中, 而且你们这些人, 不管留在那里, 始终是个祸害, 而且, 我也没有想着留着你们, 所以现在, 还有什么遗言赶紧说出来, 不过有一句话, 我要告诉你们, 不想想着从我这里逃出来, 说着, 我卸掉手上的手镯, 小五, 我承认打不过你, 你是太清静的修为, 但是我想走, 你也别想拦着我, 还有, 你要敢动我, 你的麻烦, 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一阵好奇, 现在不来应得了, 在这里, 和我开始威胁了, 哦, 是吗, 我很想听听, 难不成在你的背后, 还有势力不成, 说出来, 看看能不能吓到我, 我也很想知道, 自己现在惹的是什么麻烦, 要是我真的惹不起, 现在我就给你赔礼道歉, 对方呵呵冷笑, 那你现在就给我听好了, 老子是镇天府的人, 别以为你是太清静, 就可以为所欲为, 我镇天府也有太清静的修饰, 你敢动我镇天府, 绝对放不过你, 所以这个后果, 你自己考虑吧, 今天老子想走, 还真的没有人敢拦我, 对方说完, 直接将我无视, 转身就要离开, 看到这里, 我也是呵呵一笑, 手里的手镯扔了出去, 接着一条巨蛇出现, 速度极快, 直接一口咬着那要走的修饰, 这一刻发生得太快, 众人可以说都来不及反应, 看着巨蛇停下来, 众人这才看清是什么东西, 现在风水协会的大门, 已经被巨蛇拦住, 顿时这些人就面如死灰, 至于那个放大化的上清静, 现在被巨蛇咬着, 也是半死不活的样子, 不过死肯定是要死了, 知道为什么敢对你出手吗, 一个镇天府而已, 有什么了不起的, 真当以为我是下代的, 上次在长短, 我还诛杀了一个你们镇天府的少主, 镇天府对我做的事情, 我都还没有找你们算账, 现在你倒好, 直接用镇天府的名头压我, 这就是找死, 杀了, 巨蛇嘴里一紧, 整个身子一盘, 接着就是骨头断裂的声音, 上海协会的众人, 吓得都已经尿了裤子, 就算是那个上清静, 现在也是浑身颤动, 我都还没有出手, 就已经死了一个上清静, 他们的结局, 已经可以想象了, 你, 也是镇天府的, 小会长, 我是镇天府的, 但是这次是被他硬拉来的, 我们两个镇守上海这个经济城市, 操控上海风水界, 平时他和上海协会走得近, 我没有任何参与啊, 听到这里, 我也没有说别的, 直接挥了挥手, 听着骨头断裂的声音, 我摄取了他们两个人的魂魄, 至于赵斌那些人, 现在也才反应过来, 直接跪在地上开始求饶, 对于这样的人, 我没有必要放过他们, 也没有必要留着他们, 该死的时候, 还是得死, 生生摄取他们了魂魄, 来到天台上面, 这些人的阴魂, 我直接掐皱点了天灯, 原本还清空万里的天空, 几乎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, 变成了一片红色, 红色的天灯, 白色的云, 加上蔚蓝的天空, 三彩胶硬煞是好看, 至于那些人的尸体, 直接就送到了火葬场, 从天台下来, 地上的尸体, 已经全部处理完了, 那五位阁主站在一起, 也是一脸惊恐地看着我, 吩咐下去, 我是太清静修为的事情, 不要传扬出去,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, 打电话通知武汉那边, 让那边派二十名天师镜的修士过来, 明天中午之前, 全部赶到上海风水协会, 说完, 我在协会里面坐了一会, 这些人处理了, 上海风水协会那边, 也需要有人去处理, 既然现在赵斌等人已死, 我也不用那么客气了, 择日不如撞日, 倒还不如现在, 就过去, 直接收服了上海风水协会上下,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, 需要简单地处理一下, 赵斌等人前来, 是有人通风报信, 这个报信的人, 我得揪出来, 第807章, 绝对不会放过你, 虽然这件事情, 对我收服上海风水协会, 没有任何影响, 但是我又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人, 留在上海协会之中, 被我教育了一顿, 还敢这样做, 这就已经说明了问题, 给苏州协会的人交代了一下, 后续的事情, 让他们自己处理, 完事之后, 我就离开了, 从苏州到上海, 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, 一个小时都用不到, 不过, 在我来到上海风水协会的时候, 不少风水协会中的风水师, 都是疑惑地看着我, 这位先生, 请问需要什么风水服务吗? 以为年轻的风水师开口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呵呵一笑, 前几天风水协会回来了几位风水师, 然后今天上午照兵出去的时候, 将他们关了起来, 现在他们人呢? 听我这样说, 这年轻的风水师, 也是一愣, 然后一脸疑惑地看着我, 赵会长出去的时候吩咐过, 现在他们这些全部都在修炼师跪着, 赵会长没有回来之前, 是不允许他们出来的, 而且还拍了专人看管, 这位先生, 你是, 常德风水协会会长, 肖武, 我这样一说, 在场的人全都朝我看了过来, 都是风水界的人, 对于我的名字他们应该听说过,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, 反应竟然这么强烈, 你真的是肖武, 肖会长, 你不是在苏州风水协会吗? 怎么会? 怎么会出现在上海风水协会对吧? 其实你应该问问, 赵斌还有他干爹去哪了? 不过, 他们已经回不来了, 这次我过来, 是想将上海风水协会, 收管到我的协会之中, 各位也不要愣着了, 将上海协会的人全部召集回来了吧, 要是愿意加入, 我协会的我自然欢迎, 要是不愿意的, 可以自行离开, 还有赵斌和他干爹, 因为去找我的麻烦, 现在已经被我处理了, 否则, 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, 说着, 我直接坐在了会长的位置上, 这些人全都是面面相去,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, 我也没有理会, 只是坐在这里, 不过这个时候, 协会的大门被推开,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来, 在他的身后, 还跟着一个人, 这个人我也见过, 在看到我坐在会长位置上的时候, 走在前面的这个男的, 顿时就不爽了, 这特么什么人, 凭什么坐在我舅舅的位置上, 陈大师, 这位是常德风水协会的萧会长, 他说, 赵会长已经, 已经没了, 放屁, 我舅舅和我干爷爷一起去的苏州, 怎么可能没了, 召集所有人过来, 给我弄死他, 赏悟我干爷爷和舅舅去了苏州,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, 肯定是这肖武收到了什么消息, 前几天不就是协会的几个杂碎, 背叛了我舅舅吗, 肯定是他们几个, 给这狗东西通风报信的, 既然来了, 那就别让他跑了, 等干爷爷回来再折磨他, 听到这里, 我都没有说话, 而是看着很嚣张的陈剑, 赵冰的外甥, 不就是陈剑吗, 现在在这里叫嚣, 看来真的是养尊处优惯了, 欠收拾了, 都愣着干嘛, 除了要把所有人给我召集回来之外, 把那几个背叛我舅舅的狗东西也带出来, 我也要让他们看看, 背叛我舅舅的下场, 四周的风水师听到这里, 也都行动了起来, 看到这里, 我还是暗叹了一声, 本来我说话, 还是没有一点分量, 不过这些也不要紧, 嗯, 处理得不错, 如果真的能拿下我, 在你舅舅和你干爷爷面前, 绝对是大功一件, 但是很可惜, 他们看不到了, 协会中的其他人, 先该干什么就先干什么吧, 至于陈剑你嘛, 我也很想知道一件事情, 听说之前在酒吧, 你将一个陪酒女折磨死了, 有没有这回事, 而且除了这些, 还扭曲事实, 说人家是风水师, 我说的这些, 有没有做过, 听我询问, 这陈剑不说话, 只不过站在他旁边的那个风水师开口了, 陈少, 就是肖武, 前几天就是他威胁我们的, 而且他手里还有一条巨蛇, 凶残无比, 而且还逼迫我们成为他的奴才, 还说要受了上海风水协会, 陈剑听完, 脸色也得难看得很, 很好, 很好, 好的很, 不妨告诉你, 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, 有本事你现在就弄死我, 我告诉你, 我干爷爷背后的势力很大, 你要敢动我, 我干爷爷, 绝对不会放过你, 还有我爸, 大可是上海市的副市长, 有本事你动我一下试试, 我分分钟, 叫你死无葬身之地, 听到这里, 我没有开口, 对于这样一个坑爹的东西, 我实在是提不起兴趣, 在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, 是谁出卖的他们, 那天你们所有人, 我都想了一遍, 但没想到是你这个杂碎, 当时你跪在地上磕头是最响的一个, 而且一句话都没有说, 让我直接就把你空过了,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的心思, 既然我的话在这里一句都不管用, 那我就先拿你开开刀, 说着, 我直接出手, 伸手一射, 直接将其射取过来, 掐住他的脖子, 这一刻发生的突然, 谁也没有想到, 我会突然出手, 咔嚓一声, 所有人都是一愣, 我双手掐绝, 直接打开所有人的阴影, 接着当众, 直接打散了这杂碎的魂魄, 就是让他连下地府的机会都没有, 所有人都愣住了, 我也没有理会, 只是站在桌子, 跟前看着众人, 通知所有风水师回来, 这样的话, 我不想说第二遍, 说完, 我看向陈剑, 恐怕在他眼里, 认为, 我不敢在这里杀人, 但是看到我毫不拖泥带水地灭了他的狗腿, 也是吓得站在那里不敢动他, 你你你, 你要敢动我, 你肯定后悔, 我来到他的跟前, 一只手拍拍他的肩膀, 感觉他整个人都在发抖, 怎么全身都在颤抖, 我又那么可怕吗, 我刚才的问题, 要不要回答一下, 陈剑没有说话, 只是点点头, 说吧, 这件事情的经过, 还有你们是如何处理的, 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, 看到陈剑开口, 我拿出手机, 毕竟这些都是证据, 他的身份不简单, 所以, 我得留好证据才行, 否则到时候, 又是一大堆的麻烦上身, 第808章, 死的体面, 看着陈剑一五一十地, 将所有的事情说了出来, 周围站着的风水师听到, 都是一副异样的眼神看着他, 平时陈剑作威作福地在协会, 但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, 除了事发当时的几位风水师之外, 知道的人不多, 现在周围的一些风水师听到, 都是唏嘘不已, 听完这些, 我也是一阵震撼, 都没有想到, 后续的故事更惨烈, 先是陪酒女被他折磨死, 然后又扭曲事实说, 对方是风水师, 陪酒女的家人不断上访, 结果, 被陈剑走关系, 直接将那陪酒女的父母, 抓了起来教育, 说是教育, 不过都是一些黑手段而已, 结果也是我没有想到的, 陪酒女的父亲受不了虐待, 在里面没有停几天就死了, 至于陪酒女的母亲, 受不了这个打击, 也变得痴痴呆呆,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 就在昨天, 一头撞死在了陈剑父亲办公的地方, 按理说, 这是一件大新闻了, 但是现在却没有任何媒体报道, 这件事情, 可以想象, 这件事情的背后, 是个什么情况, 陈剑说完, 我也是很气愤, 一家三口因为他一个, 全都死了, 身为风水师, 应该以身作则, 身处政治场, 更应该以身作则, 不知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, 还是这些人没来, 就不是好人, 我没有说话, 只是看着陈剑, 如果我的眼神能杀人, 陈剑每时每刻都在死, 不过这个时候, 十几名风水师从后面走了前来, 看到是我之后, 也都是一愣, 看到躺在地上的那个尸体之后, 这些人也都不敢说话, 陈剑, 现在你还是上海风水协会的人, 我接任上海风水协会, 担任会长, 你有没有意见? 没, 没有, 绝对没有, 看到这里, 我看向在场的所有人, 这些人也都知道什么意思, 所以全都是摇摇头, 既然没有人反对, 我来到陈剑跟前, 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, 这辈子, 你就到了这里吧, 身为风水师, 染指世俗, 虐杀世俗人, 死罪一条, 至于遗言, 就不要留了,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, 说着, 还没等陈剑开口, 我就直接捏断了他的脖子, 镇压了他的阴魂, 知道自己怎么死的, 还不算太亏待他, 看着我直接捏断了陈剑的脖子, 在场的人都震惊了, 他们这些在场的人, 除了带着一个风水师的名头之外, 可以说, 并没有什么其他身份背景了, 但是这陈剑不同, 除了风水师这个名头之外, 他还是上海市副市长的儿子, 这个名头算下来, 就算是风水师, 也要礼让三分, 现在我直接灭了陈剑, 他们不震惊, 才算奇怪的了, 接到通知赶回来的风水师, 看到陈剑躺在地上, 再看着坐在桌子上, 书写这黄表的我, 所有回来的风水师, 都是一头雾水, 不过周围知道情况的风水师告知他们以后, 没有不震惊的人, 一张黄表, 我写了不少, 放下毛笔, 看着上面的罪状, 既然陈剑是副市长的儿子, 那我就让他老子知道, 自己儿子是因为什么死的, 我手里风水印出现, 沾了朱砂印泥之后, 直接盖了上去, 风水印盖上的那一刻, 所有的红字都闪过一道流光, 将陈剑的尸体送回去, 这张黄表也随着尸体送过去, 还有拷贝下来的视频罪证, 一并送去, 告诉陈剑他家人, 陈剑因何而死, 黄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, 我身为风水界的会长, 也是上海协会的会长, 有权力处置任何犯了死罪的风水师, 看着几名风水师将陈剑的尸体抬走, 剩下的风水师都是一脸的猛逼和不解, 废话微懒地说,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是谁, 从现在开始, 愿意留在上海风水协会的, 重新造册登记风水师的名字, 要是不愿意留下的, 可以直接离开了, 他日见面, 只要不犯我的规矩, 我不会出手, 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考虑, 考虑好了, 按照你们之前的未分, 地位高的风水师登记, 说着, 我来到窗户跟前, 陈剑的父亲是副市长, 他儿子死了, 肯定也不会放过我, 虽然我师叔有名, 但是毕竟, 对方死的是亲生儿子, 就算我风水界的理由, 再对, 对方肯定也不会认, 要是不出意外, 可能更大的暴风雨还在后面, 看着外面的景色, 灯红酒绿甚是好看,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会怎样, 风水协会的人, 走了三分之一, 还有三分之二留了下来, 而且, 这些人也重新登记造册, 会长, 除了没有回来的风水师, 在协会里的风水师, 愿意留下的, 有三十几人, 我深吸一口气, 想了一下, 然后开口, 你们几个留下, 剩下的人全部回去, 明天等候通知, 什么时候通知, 什么时候回来, 所有人都是面面相去, 不过也都一个个的相继离开, 出来几位有身份的风水师, 留在这里之外, 十几分钟之后, 该走的人都走了, 诺大的一个风水协会, 就剩下几个人了, 是不是很好奇, 我为什么留下, 你们几个, 在来之前, 我就联系了湖北那边的人, 明天中午之前, 就会有二十名天师境的风水师赶到, 你们几个镇守协会, 明天交接一下, 这里的情况, 交给来的那些风水师, 至于上海协会的这些愿意加入的风水师, 你们一会就开始安排一下, 湖南和湖北两个省份的各个城市, 将这些人散开安置, 只偶遇你们几个, 想去哪个城市也可以安排, 要是不知道, 那就直接随我去常德, 从现在开始到明天中午, 你们几个的任务就是这些, 他们几个一听, 也是疑惑, 会长你要离开, 我呵呵一笑, 我能离开的话, 倒也好了, 我杀了陈剑, 你以为他老子会放了我, 估计现在他的人已经在路上了, 这些人的心思, 我有启会不清楚, 不过你们不要担心, 不出意外, 明天中午, 之前我就能回来, 风水界虽然不能在明面上谈论, 但是不管怎么着, 陈剑都是风水师, 就算他老子再想办法遮掩, 也掩盖不住事实, 风水界和世俗界政治界互不干扰, 就看他以什么样的罪名给我扣了, 我说完之后, 他们几个也都是一脸为难的样子, 我来第一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, 可以说也是很淡疼的了, 第809章, 无辜, 陈剑打死了裴酒女, 一位天试镜的风水师, 下手多宠普通人, 根本承受不住, 裴酒女死了, 如果他们好生安置, 恐怕裴酒女的父母, 也不会一个被虐死, 一个直接撞死, 先不说陈剑的老子是什么人, 单单就是陈剑是人命如草剑, 打死裴酒女之后, 还没有任何悔改之心, 这是身为风水师的死罪, 赵斌是陈剑舅舅, 身为上海风水协会的会长, 同样也是作恶多端, 还伙同陈剑扭曲事实, 更是死罪, 或者可以说, 从他们染指世俗界伤人害人的时候, 就是死罪一条了, 我们是风水师, 陈剑的父亲, 就算是要找麻烦, 也得考虑一下这之中的关系吧, 要是他对会长你出手, 不就是违反了规矩吗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一笑, 身为风水师, 反倒是更天真了, 你以为, 陈剑他老子会因为我是风水师而放过我, 死的是他儿子, 再加上他能爬到副市长的位置上面, 手里还是有两把刷子的, 明的不行就来按的, 这些官场人员通用的手段就是这些, 明面上一副仁慈良的样子, 背地里不知道交易着怎么样的黑幕, 记住我吩咐的事情, 不要出任何差错, 在场的几位风水师也没有闲着, 按照我的要求, 开始忙活起来, 我坐在椅子上面, 本来想等着陈剑他老子的, 但是没有想到, 唐元的电话给我打了过来, 小舅子, 好端端地给我打电话什么事, 姐夫, 你别闹, 我有正经事跟你说, 听到这里, 我也是意外, 平时一点都不正经的唐元, 现在告诉我, 他有正经事给我说, 弄得我也是一阵意外, 姐夫, 你现在在哪里, 我现在去找你, 有一件事情, 需要你出面解决了, 我一合作商, 在上海出事了, 而且还和上海风水协会有联系, 所以, 我想请你出面, 帮忙解决, 一下这个事情, 你现在赶紧从长德过来, 我在昆山等你, 我也是皱皱眉, 我现在就在上海, 有什么事, 你过来再说, 我这里有些事情, 等你到了, 直接来上海风水协会, 替我的名字, 要是有什么问题, 让他们出面解决, 我这里, 现在也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, 所以就不和你说了, 说完, 我就挂了电话, 刚放下手机, 协会的大门被推开, 结果走进来一群穿着警服的人, 还有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, 看到这里, 除了我以外, 在协会之中处理事物的几个风水师, 也都围了上来, 谁是你们的会长, 出来, 这西装男, 也是毫不客气, 听到这里, 我站起来, 来到桌子前面, 我是, 各位有什么事吗? 带走, 说着就要动手, 放肆, 虽然知道他们来这里是几个意思, 但是这么不问青红皂白, 就要带人走, 这是多么的无礼, 多么的猖狂, 我一声放肆, 直接震得他们后退几步, 而且, 耳膜都有一种要破开的感觉, 当我风水协会什么地方, 我身为会长, 还没有论到, 你们指手画脚, 说带走就带走吧, 一句话不说, 就要带人走, 是强盗还是土匪, 被我这样一质问, 那西装男也是冷笑, 你身为风水协会的会长, 私自取人性命, 现在你是杀了人, 而且杀的还是副市长的儿子, 你就是死一万次, 都难辞其咎, 我呵呵一笑, 真是构杖人士的东西, 我不知道谁是副市长的儿子, 死在我手里的, 都是风水协会该死的风水师, 敢问, 副市长的儿子是谁? 强词夺脸, 西装男也是一怒, 别逼我用硬的, 跟正直斗, 你风水剑还不够格, 我呵呵一笑, 是不是不够格, 还轮不到你说了算, 你想带我走, 我就跟你走一趟, 不过回去告诉你主子, 这口气我忍了, 要是再这么不识好歹的话, 吃亏的还是他自己, 你们几个按照我说的管理协会, 明天或者今天晚上, 会有一个人来协会找我, 要是有什么问题, 你们全力配合解决, 说完, 我看着这些警察, 我还没有说话, 这些人就要上来考诛我, 看到这里, 我冷眼看着他们, 谁敢动我, 我打断他的手, 不幸可以试试, 在动用这些东西之前, 先问问你的副市长, 这件事情要不要闹到京城, 要是不想问题闹得这么大, 这一套东西, 就不要在我面前出来, 你们是政治剑, 但我是风水剑, 就算要鱼死网破, 也要想想, 有没有这个本事, 说着, 我也没有说话, 直接走在了众人前面, 事公安厅, 我被请到一间密室之中, 里面空无一物, 说白了, 就是小黑屋, 我被扔到这里之后, 就没有人前来理会了, 反正是晚上, 地上的灰尘都有一层了, 我坐在地上, 直接打坐土纳起来, 我想走这些人根本拦不住, 之所以还跟着来, 就是我想知道他们要做什么, 想要鱼死网破, 也要看看他们, 有没有这个能力, 一晚上的时间过去, 我就在这里坐了一晚上, 等到天亮的时候, 房间的门被打开,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, 而且还红着眼睛, 就是你杀了我儿子, 是不是, 听到这里,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, 你儿子是谁, 陈剑吗, 我只知道, 他是风水师, 上海协会是我管辖的分会, 他也是我风水协会的一员, 就让是我风水协会的会员, 再加上身处风水界, 任何人杀死世俗界的人, 都是死罪一条, 你来这里, 可不要告诉我, 你儿子不是风水师, 你要想想之前发生的事情, 那个裴酒女可不是风水师, 硬是被说成风水师, 死得不明不白不说, 她父亲在橘子里面被折磨死, 母亲一头撞死, 这些你都忘了吗, 风水界不是世俗界, 没有伸张正义这一说, 任何人犯了死罪, 都不可能逃脱, 你觉得你儿子的死是无辜的, 那么你想想裴酒女的一家, 他们是不是无辜, 说完, 我直接站起身子, 既然这里只有咱们两个人, 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拐弯抹角, 所以, 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, 你儿子死有余辜, 你想和我斗, 首先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本, 我不想和你撕破脸, 也不管管你死没死儿子, 要是没有事, 是不是可以放我离开了, 第八百一十章, 一并处理, 我说完, 这沉浅的父亲看着我, 然后冷笑了一声, 接着让我愣神的一幕也出现了, 这家伙直接就掏出一把手枪, 直接对着我的脑袋, 看到这里我也是一阵头皮发麻, 现在枪都整出来了, 这个事情可完大了, 就算他是市长, 也没有权力配枪, 这里是公安厅, 想要弄到一支枪不难, 再加上他是副市长, 身份在这里, 我也是呵呵一笑, 没想到, 你还真的会铤而走险啊, 别说你一个副市长, 就算是市长, 也没有权力配枪吧, 不过, 你忘了, 我是风水师, 就算你拿着枪, 你觉得你能打死我, 我知道你是风水师, 所以今天, 你必须死, 我还要查到你的底, 你的家人都会因为你倒霉, 我摇摇头, 伸出一手, 砰砰砰, 一连串的枪想在房间里面回荡, 地上的子弹壳无数, 房顶上的单孔也有无数, 我站在原地未动, 至于陈剑他老子, 现在吓得是惊慌失措, 应该是听到了枪响, 所以楼到外面脚步声不断, 砰的一声, 房间的门被踹开, 看到地上的弹壳和墙上的弹孔之后, 这些人才松了一口气, 就在众人还在这里愣神的时候, 人群中涌动了一下, 站在后面的人, 直接后背就被踹了一脚, 人群散开, 走进来一人, 看到这里, 我也是一愣, 姐夫, 你没事吧, 刚才谁开的枪, 看到唐原冲了进来, 我也是一愣, 你不是和风水协会有事吗, 怎么来这里了, 你还说, 我到上海协会, 那几个老头说, 你被警察带走了, 然后我问了原因, 他们说, 你弄死了陈剑, 我一想事情不对, 所以直接来了, 刚才在楼下, 听着一连串的枪响, 我就冲了过来, 唐原说完, 回头看着陈剑他老子, 接着, 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出现, 只见唐原上去就是一脚, 直接将这位副市长踹到在地, 脑袋直接磕在了墙上, 所有人都不敢拦着, 下一刻, 唐原捡起地上的手枪, 朝着副市长就扔了过去, 针枪的重量, 可能大家无法体会, 但是也是很重的存在, 就像是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重量一般, 甚至更重, 这一下, 直接砸在了对方的脑壳上面, 陈栋, 你特马都敢拿枪指着我姐夫, 你是要我姐夫死吗?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? 你家开的吗? 咱们是有生意往来, 在你说你儿子死了, 和风水界有关系, 我第一时间就给我姐夫打电话了, 只是没想到, 现在你竟然拿枪指着我姐夫, 你特马是不是死了儿子, 现在自己也不想活了? 还有你们, 是谁把枪给他的? 这件事情, 我一定告诉我爸和我爷爷, 你们不但训死枉法, 还私自开枪要杀人, 这些事情, 你们等着被约谈吧, 老不死的玩意, 上梁不挣下梁弯, 你儿子死得不愿, 听着唐元这么一通说辞, 我看着沉动, 只是一笑, 沉剑身为风水师, 虐杀裴九女, 你身为政治人员, 扭曲事实, 这些资料我会整理出来, 一并上交国家, 说着, 我和唐元离开了公安厅, 至于剩下的事情, 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, 回到协会, 武汉那边派来的修士, 已经到了几位, 唐元跟着我来到协会, 也是一脸为难的样子, 我知道他为难什么, 我也没有说话, 只是将手里的一达资料, 还有一个U盘, 放在他的面前, 沉动不是风水界的人, 我没有权利处置, 这次的事情, 也真的是细思极恐, 这些资料是上海市所有苍蝇老虎的底细, 沉剑是我杀的, 他是天势镜的风水师, 再加上现在上海风水协会, 已经是我管辖, 自然是要灭杀他了, 你回到唐家, 告诉爷爷, 政治界虽然是牵一发动全身, 但是想要动, 只能快到斩乱麻, 在他们猝不及防的时候, 快速打击, 等他们反应过来, 准备反击的时候, 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, 唐员看着我, 看着桌子上的资料, 然后点点头, 这件事情, 我知道怎么办了, 那我今天就回北京, 把这件事情告诉爷爷, 我点点头, 然后想了想, 拿出一个戒指, 这枚戒指, 你要好好保存住, 千万不能丢了, 到了京城, 你去一趟风水协会, 把这戒指交给赵童, 让他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, 里面有一个盒子, 你把盒子带回去, 剩下的, 就留给风水协会, 他们自己会处理, 里面有一块腰配, 是给你的, 还有一对龙凤配, 还有一只精致的盒子, 是给糖尝的, 那个灰色的盒子, 里面有丁点的药粉, 这个东西珍贵无比, 你回去将药粉倒在水里, 让爷爷喝下去, 可以强身健体, 唐渊点点头, 我也没有再说别的, 我去不了京城, 只能给他们带些东西回去, 中午, 唐渊就离开了, 我这里也没有什么事了, 只要陈栋不找麻烦, 我将协会的事情安排妥当, 就会回常德去, 会长, 所有的都已经交接完毕, 至于人员的调动还在安排, 不知道你, 还有什么要求, 我们一并处理了, 想到这里, 我摇摇头, 现在上海已经成了我的分会, 至于江苏那边, 派人去江苏各个市区, 没有加入我们协会的, 给他们说, 我们有意拉拢他们各个协会, 再把上海协会被镇压的消息传出去, 等到消息传出, 你们再去通知, 周围的协会不加入进来, 还是在看这几个经济大城的意思, 现在上海都被收进来, 其他的一些协会也知道什么意思了, 本来我是想着不去理会这些协会, 但是没想到镇天府的出现, 让我有了一丝危机感, 而且现在镇天府已经开始, 和我对着干, 也在收拢一些风水协会, 如果对方单单收拢风水协会, 我倒是不担心, 就怕这些人没事找事来找我的麻烦, 现在风水交流会, 还没有一个定数, 要是定下来日期, 恐怕镇天府, 还会更加肆无忌惮起来, 这是我担心的地方, 与其让这些风水协会, 被镇天府利用, 倒还不如我直接拉拢过来, 苏州一早就是我的分会, 但是周围的城市却没有加入, 所以, 苏州单方面很受压力, 现在上海已经加入, 周围的协会, 我也要趁机直接邀请进来, 可不可以看ita, 这样下一个闭口水, 但是周围的协会, 存在那些痛心, 因为有阶心 无忌惑起来, 就会多加密码, 现在还挺有事, 那些粉串糯的风疯, 还有那个维刷, 端却能解释在那一边, 在银行的币围,